3102 1202 2203 1203 1204 2204 3304 喂喂 3304 3304 5104 1204 3304 1105 1109 1106 0107 010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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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2107 1119 1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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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7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很好了 好的 好的 还有 等一下 我稍微关一下 把处理点事情 嗯 喂 这是哪位 我是小酒 小酒 人称911 哦 你是酒老板啊 你说小酒 我一下被返过来 刚才那个 刚才跟猪指导聊了半天 然后他给我讲了很多你的英雄诗迹 没有没有 我们是看炮哥的解说长大的 没有没有 你现在是我最尊敬的人 哎 我这个怎么卡了 我看 哎 卡了吗 等一下是好像是我卡 我这边卡 哦哦哦哦哦 我调一下 不是我的 啊 小酒老板真是不容易 在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下 撑起了我们中国星际的一片天 呃 您严重了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爱好 也是集合了很多爱好者的心血 然后才把这个直播间一直能搞下去 嗯 应该说是群职盈利吧 我只不过是 站在了前台而已 你只不过是他们的皇帝 对 我 我只是算败的 哈哈哈哈 嗯 你几点钟开始啊 六点六点 哦 那哪到了 哎 我刚才 刚才下午吃了六只大甲戏 哇 这个 这个神奏选手有点意思啊 是的 对了 但是 他这张为为救赵啊 为点打人 声东击西 啊 你看看 相当的 有老婆呀 哈哈哈哈 好的 我那个 直播间腰子哥的时候 我的脉身有点大 我调小一点 那个 每次都太大不太好 好好好 好好好 站好了吗 哇 突然声音感觉变得很温柔 刚才那个很狂野 我发现大蛇特别喜欢速身攻防啊 然后每次开三套每次都感觉挺费劲的 好 我把那个今天的比赛宣传继续在群里发一发 今天这个比赛真的是不容易错过的 哇 你觉得 你觉得毕老爷有几层层出来了 有一层吗 我现在不敢说 我一说的话直播间的人会打死我 你知道吗 明天你就看不见我了 其实我也看了一下 我也看了一下他们两个人之前练习 感觉 给我大家差的挺多的 嗯 不知道B组是不是放了个烟雾蛋 当时看感觉挺水的 没有这些TVT 哇 这神经还在骚扰 真是真要把这个余地送了 噢 果然错了 噢 果然错了 咖啡 这要这么吹了 他也不给面子了 这个完全是凭借自己精湛的操作 一直对手 噢 原来是航母来了 怪不得了 他怎么知道他呢 那是他呢 那是他呢 我还没发现 炮哥你那边实数画面还流畅吗 流畅 这个流畅 明天留我这些流畅 刚才很早就打开了 我觉得很不错 我已经搞定了我来了 我已经搞定了我来了 好好好 我们班新那时 炮妹妹还来 还来一块 那个 那个 翻译 噢 皮尔优加利华之后 那一季 炮妹妹有事 是吧 对啊 以前也一直都挺熟了吧 啊 啊 在那个 在那个 在以前 新冠军广播电台的时代 啊 啊 对对对 炮妹妹那一回 对对 在PlaySC 一直翻译来着 很活跃 我们都是看着炮妹妹的翻译长大的 哈哈哈哈 啊 比赛还有一十二分钟开始 啊 今天 哦 今天 右下角有个博彩 我看到了啊 今天 教主打毕老爷 应该是本次SL以来 最受关注了一场比赛了吧 应该来说 应该来说 咋 我现在也不太敢说话 炮哥 你知道什么叫毒奶吗 我现在也不太敢说话 我我我跟911 现在都有一些毒奶的特性 炮哥 你知道什么叫毒奶吗 哇 你这个话说的就 我就 我也没有这么这么那个老土吧 哈哈 炮哥 你有这个性质吗 没有啊 以前PROJ主要弄有这种性质 嗯 嗯 我是我是我是 我是奶的很准的 你看那个傻本 啊 对吧我每次夸的他都赢了 啊 你是属于正向奶 我们的那种是反向奶 特别毒 啊 我们直播间号称有 八成的叫粉啊 等一下看下注就可以看出来 哇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真是哎 选择了一个毁灭星际的人 你看 刚才那个猪之导还跟我聊呢 说这次教主再夺冠的话 其他人都不玩了 就让他一个人毁灭星际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然后你们还当他的粉丝 就是巴不得星际早点毁灭 嗯 教主这种人就应该 那个 大晚上找一个胡同 然后给他脑袋套黑布袋 然后 棍子狂敲 哈哈哈 让他每次打比赛 只能就是正常发挥十分钟 然后接下来十分钟以后 整个人就不好了 嗯 啊 说到教主 炮哥以前 那个有比赛的时候 那个叫哥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你还记得吗 你有一次直播的时候 那个教育 教育 刚去皮肖肉的时候 那个第一次 还是第二次上节目 第二次 对 炮哥那个教育 我上次还那个专门录下来 放在直播间里 作为 放来听一下 现在现在就可以放一下 我觉得给炮哥自己听一下 炮哥 啊 你不随便 你不随便 我这 哎 这个是什么呀 上面怎么出了一个很 子 炮哥 野美美上来了 她等一下要翻译 啊 顶美美来了之后 画面上做了一个 画中画 哦 这个画中画是那个 是那个 啊 还有九分钟 问我现在在干什么 我看 我不是现在在直播星期吗 我在游队友的直播间 晚上会打一打第一次教 然后让你们看 中指导怎么样的教育我 浩哥你的直播间是多少来的 我也忘了 我所谓 反正我现在打的这个菜 不好意思打什么广告 就自己瞎玩 然后一个要是做点节目 或者是找这个高手的 旁边教这么咋的时候 有有有这个 有值得看的看点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 好的好的 我刚才跟炮哥聊了一下 炮哥短时间内 最近这段时间都会关注 在星际这一块呢 喂喂喂喂 我们也没来了 哈喽 哎炮哥好久不见炮哥 是啊好久不见了 我能有三年多了一家 啊三年了都有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我去PUO的时候 和你一起 那个还解说过一场比赛呢 哦那个 那就那次你说的 应该不止三年 我说的是14年 有PU加年华那一次 对对对 啊嘉年华那次 因为人太多了 都没有时间聊一下什么的 啊 是 不过呢 那那一次还是 那个 阎美文有还有那个很长一待时间的镜头特写 也舔雨哩的 然后挖挖怎么用语音的一个连接方法 然后我这边当然 当然我们我个人觉得技术的问题 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而且我已经有方案了 所以的话我觉得应该 我们今天不是一分钟就搞定了吗 怎么大师那边会有问题 难道苏州的网络都会 因为我们不是在同一个频道直播 不是在同一个 他在那个某一 我们要直接同步 要在自己那直播是吧 对 不过我已经有方案了 我已经知道怎么弄了 这些都小问题 都说我卖声音小吗 奇怪 我已经好像没有可以再调大方式 我只能把卖拿得离我嘴近一点了 哎呀这样怎么样感觉 现在我快把卖还嘴里了 那这样确实应该要大一点 我这个卖 这个卖很高级 我怕把口水喷到里边 把我这1800块钱 那麦克风嘴喷坏 哇这么贵吗 嗯公司报销的 可以 弄坏了还得赔他 不会吧 就他 我还我还我还 现在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啊现在 我对面听到大了一点 没问题 没问题 哇 还有人们是算的还是算好的 这个 这个你都听不出来吗 这个 这个银档的声音 哈哈哈哈 啊 接下来还有个问题 就看艾龙有没有空来了 如果艾龙也有空的话 那就太完美了 嗯 估计可能性不太大 我我也不太完美了 他也忙着跟狗似的 我现在给他发微信 到现在都没回我 哈哈哈哈 如果决赛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对阵 就更好了 我说吧 啊 比伦说 随大随 嗯 比伦说 比伦说随大随 哈哈 哈哈哈 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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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赛也因为没会在现场是吧 啊 对 我们现在反正已经 就联系的差不多了 现在多少人要去现场 到时候那个决赛的那个 那个座位已经有着落了 你们已经买好马甲了是吧 嗯 他们应该不用买马甲吧 他们那个 现在办的都挺好的 然后 抱着刚刚问了多少人 还没定 今天打完了才定 才定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特地为了看教主来去的 如果教主今天挂了的话 他们就说不去了 哦 对 教主挂了的话 他就去了 没法在那个赛场后面的胡同里堵人了是吧 哈哈哈 嗯 现在不好说 对 但是其实我想告诉你们 教徒们 你们要堵教主的话 千万不要在 那个什么小胡同 应该在 现场肯定有一个WC移动式的 那个门口 你就去堵 哦 教主绝对会出现 那可以藏在那个厕所的顶上 这个珠珠夹似的挂在那 然后呢 教主一进去 当于脱裤了 人家在体育馆里面打不至于 不至于有什么移动式的那个 那个厕所吧 嗯 是在体育馆吧 哈哈哈 因为 因为我 因为我 那个上一届 不是教主 他在那边 有那个韩国那边采访吗 说他就是 为什么在现场喝那么多水 然后他说他 跑那个后面 那时候跑得很轻快 哎 你别说我那次去韩国那时候 对韩国的厕所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 所有的马桶 都是 就是带 带那个抽水的 那个效果的 就可以抽屁屁的 这个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发达国家 果然不一般啊 公共的也有吗 就是 当然我去的 肯定都是公共厕所吧 哦 全都是洗屁屁 那确实不错 对可能教主就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就想要去 哈哈哈 哈哈哈 那 我也觉得 去韩国太阳斯比赛 真是挺好的体验 因为这个东西 就属于是 解锁一个成就点 以后就 那个不会再惦记 是吧 那次就是 QRU土的那次去 去看那个 去看那个叫海儿 然后看了一次 我还叫解锁 哈哈哈 这次是 好像也是教主吧 教主打Movie 应该是 然后Movie 跪得很惨 哇 他老师的那一届 嗯 那一届 哎 不过就是 算是去韩国 也算是看 我走在这个决赛了 感觉实现了 这个梦想之一 也很爽 所以这次就不去了 要大家都没去过 韩国看比赛的话 这可能是会是机会 就是抓住的话 还是挺好的 对啊 这个确实算是 怎么说呢 这么多年了 算是能去的话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对 所以想去的话 赶紧联系啊 赶紧联系我微信 到时候祖坛去一起去 而且而且韩国好像 有些产业是合网的 哈哈 很大的 我那次是没关 没关这个参与 不过我也听人说 好像是 虽然你看照片 但是照片里没有脸 然后你选完 他不能换 所以 韩国你那次没去吗 你那次竟然没去啊 这么遗憾吗 没有吧 我在别人工作的时候 特别穷 那个 哇 这个基本上每次去 去哪儿玩都自费嘛 然后到了当地之后 你看那个次 我去看WCG 在成都那次总结赛 我都是旅馆都住不起 我都是蹭白打八蛋的酒店 然后在桌子趴着睡觉 哇 这 那边就真的是惨 我记得我这样 已经有工夫好像12005 然后 然后就就就 去那边坐火车去 一坐坐了好像是28 还是38的小时 就是这种 那那会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 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说 炮哥炮哥你如果去 我们全国任何城市 你主要想的话 我觉得都会当地的水 有全程会招待你的 哎这个我是感动的 因为我其实去美国的时候 就都都已经有这种态度 然后我在 我在那个哪儿 我在 纽约的时候 就是住在一个 那个观众家里面 他跟他老婆两个人 然后还给我搭了个床 让我那个 在他人家当了一个礼拜天 能跑 然后今年他跟老婆 回国结婚 在南京我还去了 好好 好的 今天的比赛 他说那个猪子猪子 你去全国任何一个城市 也有人接了 啊 没没听到没听到没听到 哈哈哈 我说你去全国任何一个城市 也有人接了 哎呦有有应该会有啊 因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这个时候以前那个时候太多都在练书 然后呢或者是刚工作 有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心有缘力不足 所以现在包括很多东西联系也方便了嘛 然后自己各方面的实力也好了很多 我相信就炮哥也好我也好 真的是要去哪些地方玩的话 肯定谁有在的话都会接待一下 哈哈哈 不是这个怎么是炮哥原本也说呢 你把那个酒老板和不知道一下 没什么没什么 我们两个是这边的老面馆 不用说都记得 哇 你这个这个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着 把他把我把他给装 嗯 不许不许太记得我没事 哈哈哈 然后我在刚家里第一次玩一个狼人杀 那会儿就是还没接触我的游戏 然后他们好多同学嘛 都在一位学校念书的 喜欢中国人 然后好多妹子 他跑到你家里边去玩狼人杀 然后我跟他一起玩 然后第一次玩狼人杀就正经自作 把他们杀得不要不要 那张人就是喜怒特别喜悦 拿完牌看脸色就觉得不对了 然后后来我回国之后 我觉得我狼人杀是天才啊 然后跟Alerte那帮主演的狼人杀选手 玩了一会儿之后 我就再也不玩这个东西了 哈哈哈 感觉我就是玩的这个东西 好 一把也来了 好给颜海们 采访我们翻一下 不知道采访有什么东西 好好好 这次是挑战第三次冠军 赵鼠这次是挑战第三次冠军 说老爷每一次都说是最后一场最后一场最后一场 今天的观众对他们都是很有期待的 但他自己也比较有压力 他说教主是清坛王 什么叫清坛王啊 他说教主比职业时期的打得还要好 但今天可能就行不通了 他今天又是抱着最后一次的心态来的 把自己的一切都赌上去了 说粉丝都觉得那个教主没有学念夺冠 但是在B数面前可能是不是还是会害怕 他觉得决赛可能 他觉得四场比决赛要难 就是对于职业时期还没有现在强的说法 有什么想法 又是互相吹捧的节奏 但是他觉得自己确实比以前强了 但是他觉得B数才是一个中决者的那个角色 B数说如果对手是其他人肯定能赢 但是如果是教主就不好说了 这两个人不需要吹捧能好重吧 是的这两个人套路都是套路 好 采访了应该是完了 一点都不跳啊 这两个人 跳得到决赛才跳好 这万一跟四强在手上跳了然后输了多久了 那不是之前有一些跳的吗 像那个我记得有那个甲卡 甲卡就是那个信卡 赛卡 对对对 他碰到屌子之前 他就说如果让我碰到你 我一定要把你展露在进入多少强的一个路上 帮你给打滑一下就放豪言 结果死不得非常惨 这种最怕的就是还没碰上的 先得别人给他踩 是的 赵主从来就不是一个很跳的人 他跟B数一样啊 就属于怎么讲呢 比较大牌 然后牌面比较大 也不敢说一些就是太跳的话 怕万里没缘上就很尴尬 毕竟还是要面子的吧 嗯 反正片子是把教主炒作成一个那个 在人品的始组吧 什么什么 嗯 要去扶老奶奶过马路啊什么的 都是大家推出来的 啊 啊 哎呀 这个宣传片做的都不是以前精致的 这个 现在的一些镜头可能就是这一届的ASL 现在看到的ASL的一些局景 其实也并没有一些特别漂亮的场面 嗯 前段时间看了他们的第一只脚嘛 就在点在这个场面 然后感觉B数的就是 就状态差了些 然后教主的状态还会比较好 不过教主跟Best练习的时候 我发现Best好猛啊 但是看教主第一只脚 感觉压背超级大 虽然说那个有数有赢 但是确实感觉Best打得太厉害了 对对对 但是PVT真的是有天赋 嗯 他怎么能打成了这样 操守一般的不停进攻 教主从手防守到尾 然后就感觉还是被打得特别的难受啊 是啊 啊 有观众说禁止带尺子比赛 哈哈哈哈 你不让教主带尺子的话 教主就相当于自断了一臂了 啊 教主只能在自己的桌子上的一个刻度 然后对你也保证自己不会长号 嗯 然后那个刻度就不正了 然后就用手当紫子去量啊 是吧 对 今天的一个比赛呢 我觉得我还是要大胆地说一下自己的一个预测 嗯 啊虽然有毒奶 我 我其实呢 虽然 打新年底啊 我 我希望其他的能够拿一届冠军 但是说实的话 教主的实力确实很强 啊 我感觉应该是个三比二的敌分 啊 你啥姐毕老爷准备了两分啊 啊 因为我我我我个人觉得在 角度是跟 啊 还有那个刀剑神师上面这两分 避数应该气会非常大 嗯 角度是还可以 但是刀剑神师中两人组 也也可以的吗 我觉得 避数两难图航母 蛮猛的 嗯 嗯 那是不过我看他练习的时候 用过一次 那个图航母战术 然后 他当时现在是钳制了三个兵营 然后去浮河的辣水 然后再转航母 然后被打他 就是好猛的 出来就暗死了家里了 被教主是吧 被教主 但是跟练习反正是在前面时间的一场 啊 然后他那个 这个图航母战术 前置三兵营被侦查到了 然后 然后加了一个队营 这个四个兵营 爆兵疯狂的去 去压制这种 然后但是 人数是个奴可 然后好像是开着家里的 狂 被压制了 哦对了 小美 小美 等一下会来 哦 哇 我这次 我这次 非常感动的是 看到了小美在SL 这个比赛 都有最大的惊喜 哎 还是忘不了 当年在东方明珠跟小美的那一夜 哈哈哈哈 我们 我们一起 坐在东方明珠前的台阶上 哈哈 嗯 然后我 我是坐小美边上 阿龙是坐前面边上 然后 我们正在说话的 一会儿被我同志拍了一张非常非常有类似的那个美粉的那种照片 那个表情 对啊 哈哈哈 炮哥 你 你这个圆满了 你跟那个小美 还有那个才才美没都有近距离接触过是吧 嗯 对对对 我那才美没无所谓了 这个不是不做的 哎 也让我给你打电照片发我觉得 你看 哎 炮炮哥 你坐到这里的话 我不得不想起一个点 你的小黑点 我记得当 谁拍了你 跟那个 当时是 兜兜吧 兜兜对啊 这是谁拍的啊 当时上传到猫坡上面去那个是猫坡特别火 这个 不要再说了 我感觉看我 这张照片的人 比 看我演出的人 应该要多十倍 一百倍都不止 哈哈 嗯 炮哥 你这个老的照片还存在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我看见了 哥 可以可以可以 啊 表情特别丰富 虽然当时的那个手机 画质像素特别的大 但是我可以看出你的这个眼睛 哈哈 可以可以 哇关键是小美真的是身材太棒了 然后 又细又强 然后关键皮肤超级白 我从来没见过人皮肤会这么白 真的吗 都是化妆化起来的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他 就不只是脸白 哪都白 就特别的白 他白是脸白 啊 嗯 嗯 嗯 当时 当时小美多大来着 现在 不知道 这个还是没关键 我毕竟也不懂韩文 这个东西资料我也没得查 要是没有人在论坛上贴出来的话 我是肯定不会知道 除非原本没帮我打开一下 等一下 你看一下他出镜的时候 你对比一下看他有没有特别的变化 哎 他那个脸 其实怎么样 都无所谓了 当年也不好看 而且一笑起来 那个牙子离窟外界 哈哈 哈哈哈 主要是身材和屁股无比 啊 别了这个 啊 有个怎么不跟大飞机解说 决赛就跟大飞机解说了 是的 决赛 对啊 决赛 可以 35C 是吗 小美 我觉得小美反处的瘦 所以就不用太大就已经写得很大 没有 对瞎扯不可能有谁 哈哈 嗯 他好吧 这可能变的 反正我见到的时候 感觉舒服还是蛮大的 是吧 嗯 霍格以你的眼光 竟然都不能够看出 大概的一个此生吗 因为我本来也不是可明的这个 我觉得大家看的好 小小的好 不可以 哦 没力 没力 累了 当时小美还给了我一块韩国的饼干呢 我好像还一直留着 哇 这 哈哈 这是定期巨啊 跑哥 哈哈哈 哈哈哈 可惜你当时不懂韩文 你知道吗 就错过了一段佳话 我现在说了幼文 但他好像不太懂 我就最后说了一个 I love you 然后他说me too 哈哈哈 真的啊 嗯 可惜了 可惜了 我也很腔甜 我也不好意思 为什么跟他说 I have a hotel room with a meet a meet a night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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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哈哈哈 I want to have a dinner and a breakfast with you 哈哈哈 唉 这么这么好的一段阴影 哎呀 可惜了 我的小美 可惜了 我的小美 他之前其实已经脱离星级川了 但是后来的话 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小比赛的话 先找了然后 先找了小美 后来做一下解说或者是做一下主持 然后 然后 渐渐的话 他就是上舞台表现越来越好嘛 然后很多 电视台或者是大的直播也找他 然后 现在的话就是 找 ASL 哦 也找他 也从 我们从看着他从一步一步 从一个可能是当时就是一个发屏 成长回一个比较优秀的主持 哦 对 是的 现在的小美感觉有点像兜兜 兜兜现在在 也在这一块吗 嗯 对 兜兜也在发现了 哦 哎呦 回龙龙来了 对 带着龙龙之后 哦 嗯 每个人整个都看着 就在看着他打网络楼上 我会嘟嘟打网络楼上很快 哈哈哈哈 哎呀 不能让他知道啊 别人想不到 哈哈 不能落下来 哈哈 现在 现在女主播定不一定要多强 主要是 会互动就行 哎 嘟嘟这个特别厉害 特别那个 能够睡到 还会唱歌 会跳舞 会下肌 会下肌 还会多强都异 今天 现场人还算可以 都满了 应该说 嗯 第一场什么地图啊 哦 看一下第一场就是角斗士啊 哦 我之前你说了 我比较看好这样地图 必说的 嗯 这张地图的话 会不会是 就是会反斜坡吗 是不是人都喜欢裸霜开啊 呃 反斜坡确实是反斜坡 裸不裸霜的话 看风格 嗯 教主也还好啊 他也 他以前也是裸霜流程的一个贡献者之一 他贡献的那一套 哎 哎呦 差了就暂停 有招啊 这个是 他前面这个NEO X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对标 呃 他挂的是 他的一个业余战队的对标 哦 哦 以前这些拳手也都挂业余战队对标啊 你看那个解冻不就是NDAI解冻 啊 啊 啊 有要知道这里面的典故吗 呃 这是应该是韩国那个业余战队 也就是 现在主要也就成 也不多了 就是业余战队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 很多大牌都在里面 火龙好像也是这个战队的呀 哎 想当年中国的这个战队联赛 那也是有好多的这个大战队 什么 STOP 对啊 P 还有什么PNC 啊 还有那个 上海的那个就是 华尔甲路他们都带的那个叫什么 那叫 上海的 就是STOP战队吗 不是STOP 当然跟STOP齐名的还有一个 SVS 对对对对 有好多很大的队 当时我们只是一个好像是C级的战队 你当时在哪个队 北京啊 BG啊 BG是 BGN BGN是 BGN是 后面有有到A组吧好像吧 没有吧 是吧都到A组了 我就不清楚 反正我在的时候是C组 嗯 很惨 然后特别希望中国的战队联赛也能发展到特别棒 那会儿其实A组的战队不是好多大盘还可以拿一些工夫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用钱挖了那会儿有 对啊 那会儿我们那个国内的战队联赛也是有模有样的搬得特别好真的差距度都很高的 没错啊还有包括就那个组织的也是很棒啊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网站把成绩记录下来就是随时可以查自己只要注册了你在战队联赛里所有的表现你都能查到 现在还有对对对这个做这个数据库我觉得在当时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那会儿这种那会儿这种做技术的哥们做的东西真的是不错了包括遥远遥远的那个外外地地也是 是啊 我觉得东西做的太棒了 而且这玩意也挣不着钱 都属于是一个客人 我经历去给大家做这份服务的东西 对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初心 就是凭着一场乐趣跟爱好 没有任何的考虑说名啊 利啊钱这些东西啊 就这样的反而是能够做得最久的东西 很难能可贵 现在都还在一直都还在 对啊 我不知道叫做 觉得哪里不对劲吧 准备店没放完 没放到合适的位置 不是人家拿胶条粘在桌子上 对啊 而且 韩国那边他们职业鼠标 是不是都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定线器吧 有个东西出的 夹线的那个东西 啊规定都有吧 反正我看有的人用的人不用 教主这种强迫症 我估议很可能用 而且我最近买了一个新鼠标啊 是那个新的罗杰迷你 就是那种中国人做的复刻版的 够的非常好 复刻迷你是不是 对对对 可以那个推荐一下 因为罗杰用这个嘛 然后他跟我说完之后 我也买了一个试试 因为我之前用的一直是原版的那个迷你 然后我买了十个那种银色的原版迷你 然后打2v2全都点坏了 就是那个微动坏了 然后我把我把这些全都寄在一个淘宝店去 让他给我画了十个微动 然后跟我说他打开我鼠标的时候 被里面各种奇怪的东西 恶心的不行 然后换完之后 换微动就一直在每点坏了 不过确实他那个老鼠标 他在就是快速大面积移动的时候 感觉还是会纠针 是 新换的这个虽然鼠标速度 GPI这些都不一样 但是外观是长相一样的 然后纠针也没有了 感觉好多了 我也我也一直在用 就是叫马卡马 卡马 主客迷你对 那也真的不错 啊 鼠标点你没有啥的呀 鼠标点我用的是现在就那种很大型的 一大块的 就跟跟跟那个以前的桌子上垫的那个布一样 就键盘鼠标都放在上面那一种 我用的是特别小的 就是那种包装都是一个很简陋车 但是上面写了点韩文 然后呢 然后就是特别滑 然后用一段时间就直接扔了才换个新的 一买都买十的 就你这种一般是路人什么做广告的 路边做广告就免费送的什么 擦擦医院啊 擦擦什么网站那种 不是不是 这个是这个是那种编织出来的感觉 然后特别滑 就感觉鼠标在上面非常爽 但是所有布鼠标点不都是你用一段时间 都会变色吗 因为特别便宜 十块钱你个 然后直接就扔了 换一个新的就好 好像是 这个好像是韩国的 因为他那个包装的写的都韩文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 就是那种小方块 我以前有朋友说说打新T3 蓝色的 我一看上面好像 好像是从牛仔裤上面切了一块下 就是这种质感的 对你说的是这种 我知道 那个确实爽 因为因为鼠标点最怕的就是用久了 它变色了 以前我试过各种鼠标点都会变色 玻璃的呀 树纸的呀 还有玻璃的吗 对啊 玻璃的那个 就很早了 就是我记得都是06年的时候买的 06年买那种玻璃的 然后就反正手一出汗 上面就开始变得去色 然后树纸的是怎么样呢 树纸的是会被 就表面它是有那种小颗粒的 所以会不那么色 但是你用久了之后就会把那小颗粒磨平 磨平了之后一样变成狠色 然后布的就更别提了 它会脏嘛 脏了之后你再怎么洗都没有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布的扔掉 然后再摆一个新的 就又会真的很滑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特别便宜 然后还挺滑的就很好 所以 打星际是游戏里面对于装备要求比较高的一款游戏的 我觉得他们打CS的好像也要求挺高的 那个玩意儿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能比星际就简单一下更致命了 CS是对鼠标要求高 我有朋友以前打过CS比赛 他们说对鼠标那种叫 这是要DPM就是精确度特别高 键盘还有对IG要求特别高 就听那个声音 键盘反而好像说一般键盘 啊对 不过打CS好像用大鼠标多也行 星际就用小鼠标 那个两个玩意儿 他的责任也不太一样 比如以前星际都是神器 就是那个什么MX310啊 这种的MX300C10 但是那个打CS就要用510 所以两个不同的情况 是啊 哎好像好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连续了这么久 会不会一会儿是重新开一局才说 对吧 看一下 啊叫做一上来 要重新开了直接 哎 啊 他们局域网都能黄啊 搞什么鬼 不过你报警了这个 这次 他们还有局域网的功能吗 有有 哦 不用在家网上玩啊 不然呢 报警这个桑桑的服务器 一会儿就卡死了 好的 好的我们看一下 这一盘重启之后好像 点位 完完全全 两个人从下面换到了上面 对啊 冬哥还在打赏一个没队呢 冬哥刚在我家跟我一起吃大炸蟹 然后就回去了 啊 谢谢我们的好新年小冬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小冬 刚才谢谢 蔡吉哥在这里刷了很多的礼物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 好我们看一下 他这张角斗士上面 看一下双方怎么开局嘛 嗯对 会不会找一个戒指板的罗刷 哦 B速没有玩前置兵营了 是的 其实B速打教主 我觉得赢面最大的就是B速的那一招 前置兵营打教主的一个罗刷 哈哈哈 印象里面那一年的那一季 可以战队联赛最后一场对吧 对 那也是个反高地啊 那个什么地图来着 就是两个人一个爆炸他一个出机枪 那个 呃 我忘了 反正这样是一个黄色地表的 然后 我记得好像人都在上面 在12点之类的那种位置 啊 嗯 确实太久也记不清了 就是 因为B速也 我觉得现在神族用这招的几率挺大的 因为人都太喜欢搞那种狗刷 你看叫刘JC又是 就很不了脸 哈哈 哈哈哈 这个图的话 看一下调主 你看他不下气候 而且冰冰下的时间感觉是特别晚 对 你这样是 对 还是有风 打没被开矿这个 对 对 哦 下气候了 炮哥 炮哥 炮哥你现在也是顺法 他这个确实不是第一时间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极限的一个SKD 但是因为这张地图是反高地嘛 他这样气候逼慢了大概5到10秒钟的话 实际上本来是不科学的 因为你个反高地也很容易被神族龙旗在高地上面压制你 对吧 我也没搞清楚 不是我的时间关键说题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哦 我是人族玩家嘛 哦 这确实是完了 但是也没可能剩好多钱呢 奇怪 他是这样的 农民不停 一般就是人族11农民的时候停一下 冰营跟气候一起下嘛 他就是12农民的时候才下的 我也不会差特别多 气候也比冰营感觉 测到晚了很多 哦 低手这边是一个 这是先冰营后 水晶的食物之口 来比起压制啊 对对对 罗前流啊 这个打法在这个地图上效果会特别好 因为反高地 而且教主这盘 真的是前期可能气况下慢了一点 然后感觉 开始有点被克制了 这招我超喜欢用的 就是食物人口2D 很多打FID 就是以前大师在那个一个 常叫我教我教教教教教这个节目里边 专门的介绍我这一招 说是罗前发明的 还是几个小变种 然后我当时特别仔细的看那期节目 可以学了一下这个打法 因为好多那会儿都打LUNA吧 人都都是SKT 很多人都就是一出门就被我这招直接打死了 或者占超级大便宜 二块开不出来 然后就特别喜欢用这招 我跟中指导玩的时候还用过 对这招在有些某些特定的像这种反高地的 还有平底像以前我们的那个TALK LOSS 就二块没有高地的 就你直接出门 那我一面四个龙击直接 SKT坦克刚出门我就四个龙击就来了 直接把你给打回去 这 这 这 教主 看到了吗 看 看到了没有什么意义 看到了 神党的战术是肯定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就肯定是这个四个龙击压制是跑不了的 哦 但是这个属于战术纪律性很好 对对对对 没必要 嗯 神党这一招其实在封禁杂上确实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你看教主其实已经已经出去这种了 我以前有一次打一个线下赛 当时我打的是一个19级的人组 然后我就用了这招 这地图是那个老基鲁斯 也是一个就是二矿是平地的 对 我用了这招 但我只出了四个东西 就先把人组的那个侦查给封了 把他第二个探路农民打死了 然后家里面直接转空洞引刀 然后一波就占了超级大的便宜 然后就是侥幸的获得了一次胜利 这一招是有直接可以接引刀的 就这个时候农民两边已经是可以直接接引刀的 所以教主这里一直留了一个农民在外面 想看你有没有后世出引刀 对 而神族的话就是看过农民组级 也得在人路门口看着 他有没有第二个农民初级 如果有的话自己农集要优先去接这些农民 但这场比赛没有做到这个 看一下艾矿能不能看到 看到这个信息是很关键 毕竖 看了矿包括第五个农集是 其实如果是转科技的话 这边你看他有六农集 如果转科技的话是照表这种东西的 气是完全不够的 这里的话 只能说双方在前期的博弈上 教主通过一些小细节取得了上风 包括他的这个一个变种 就是照地宝开 包括这个SCV 最主要是这个SCV的一个艾次侦查 我觉得太关键了 真的这样的话 是的 因为这招的神族记忆很差的 他前面要停一些农民啊 要停一下气啊什么的 就导致这个首先二况比你慢了 其次前面农民数量没你多 然后科技速度又慢了 对就很糟糕 很明显的现在就是经济落后很多 而且这一招啊很怕就你现在还不敢三开 因为你很怕教主这种很可能他会无坦克推你过 你现在如果速三开的话 对啊 现在教主理论上如果双方就这么一直发展下去的话 两方一波应该就死了 但是B组肯定要得想办法 就是我觉得空能的金甲之类的 然的话就 因为反正B组的操作我们还是很信任的 他空能一个金甲占点便宜 拖也拖人工节奏的话 这样就很难打 你看还是造了一个VG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必须要出这个金甲 无论是掩护自己开三款 或者是骚扰都必须出这个金甲 本来他现在开三款他都心里特别特别抵抗 叫做两款一波了 对啊 啊 那个开局经济优势太大 而且点位来讲是个小禁点 所以叫做选了两款一波 对现在现在B组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在教主出门之前 金甲先去教主家里面包着好 如果是这个金甲出来的时候 对方已经跑到你家门口 那的话就满了 对 是啊 我现在其实看到教主想两款一波 我其实觉得这一盘 我觉得还 我还挺看好B组的 因为B组现在在所有的神组里面 PVT 它是防这种能足速推进 它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因为这一波就只能靠操作挡 就冰值有这么多 而B组的操作 它的一个金甲 加上地面部队的一个前期协同 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嗯 一路擅长打这种极限操作 所以金甲成这个特别是 哇直接下他逛击地了 这个有点拼了 他只是两军赢了 这个必须要下了 因为他出这个金甲就是想拖 他如果再不下的话 就有点麻 他但是不清楚看看状况 再决定看不开了吗 这个应该都是 哇这个心里真的很有底儿啊 就这里好看一下 这个就真的是看金甲操作了 六坦克 你已经懂了 这里已经懂了 对啊 六坦克打六龙齐 哎呀 这地图有一个好处 就是高地特别多 理论上来讲 能足不好推进 手柄线是吧 没有 对对对 有话可以在高地上放 放放放放 放放放你还打不到我 叫做用一个 SGVK视野看到了运输机 这里只能坦克慢慢推进了 啊怎么这么多坦克 不错这个位置的话 人都不能收藏不打 B2真的脱 但是现在B2家里面 刚开始补起兵营了呀 三块还用运作 现在 感觉市场干的事太多了 哇 八个坦克 这 这部部队 呃 呃 金甲放的不敢放啊他 现在他应该后悔 他姐那个 参况开早了 哈哈哈 还是 呃 还是有点偷 有点有点托大 好 看一下这个反高地金甲过来 提出已经好了 哇 这次提出已经不进去了 哎 超 哎 第一棒没打出来 你敢信吗 第二棒也没打出来 等一下 是 好 好 他就是为了这个 他就在今天分泡解说 我们要打第三棒 哈哈哈 太给泡个面子 最恐怖的是两炮没打出来 他好像能守住 你敢信吗 啊 哇 这也是必了 这个操作真的可以 哇 太极限了 嗯 但是 他打的实际 非常好 你看见过这波雷车 看了 看了 这波雷车刚才要是 集成的续上来的话 这波人真不一定 鼻子能扛下来 是的 但是 农民死的伤了 这一波 还是没守住啊 这个不叫守住 这已经是伤到了 经济了 嗯 嗯 哇 你看家里边 现补兵营 R都没R出来 对 没看嘛 这当时这个时间 两条干的事太多了 又开了三框 又要补兵营 又要报兵 又要前线操作 双金甲 应该能守下来操作一下 哎呦 哇 这一波又没打出来 今天炮哥 真的他 现在真的有三炮没打出来啊 这 这 这 完了完了完了 这边下来 这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哎呀 还来 能守住吗 家里有六边银 我 应该应该能守住 叫做好像后续 只有两个坦克守 我想你应该能守下来 但是这里已经 长了 还有 又没打过来 又没打出来 怎么一回事啊 今天 神车的兵确实 智力有点疑狠 经常会发现很蠢的问题 但是 但是必俗的操作 他没有这么蠢啊 如果他创作的这么蠢的话 说明这个网速不太对 对 我也想说这个问题 是不是网络不行啊 真的看到龙奇的一个拉扯 还有金甲 感到网络有点卡 而且他开始进游戏的时候 他是一个黄屁股 你还记得吗 是是是 而且 而且我玩速克版的时候 也感觉龙奇比星 你还容易傻 不知道是我傻 还是那个 龙奇不太傻 反正那个总是傻 而且他还有一问题没解决 那天打那个 第一个的时候 居然这个三位放过了 然后不出头网了 我以为 副克版这些问题 都应该解决的 嗯 嗯 其实这个副克版做的 还并不是那么两人满意 这个简直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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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好伤心 没了没了没了 嗯 有点事不给人留活度 哎呀 这个可以打击戏了 嗯 这 这一盘不算吧 我觉得有点卡 这 平白无故的 地数平常练习的时候 不可能出现 金甲不发炮的情况 三炮 对三炮太关键了 嗯 哎 这个 神宗确实是这样 就是 实在是 我 那个 中队老说我太 关注于操作了 就是这个东西吧 你不操作的这个 病真的很蠢 哈哈 我觉得神宗的病 智力确实有点低 就是你不操作的时候 他就感觉像过剧一样 啊 而且你还得特别仔细的操作 所以 一旦操作的就是 跟他的那个 那种攻击线约的 那个频率点没了好的话 就会出现 龙奇的那 呃 预剧环游 落即落离 想开炮又不开炮 是的 那种赌回去的感觉 然后进加强 什么 都很确定 对 明明感觉就 那一炮 已经到了那种 炮口了 就感觉 已经要射出去的时候 然后你把他射进去 结果没射出来 那种是最伤的 对 男人都反应 刚才你想想 那三炮如果打出来的话 因为 金甲一炮打坦克 然后打这个龙奇 在A两下坦克就爆了 就那那几炮 特别是第一个交锋啊 你想想 第一 金甲两炮没打出来 都差不多手足 如果打出来的话 我觉得 完全 可能不是这么一个局面 B 宋 那个产品抓得非常棒 刚好叫做 只有坦克 没有雷车 B 宋 那个时候出了一些 嘴辣子 这个是手两炮一波的 一个小技巧 就是很多神族 他不出提速之前 不会转贼道的 但你觉得打两炮一波的时候 这几个贼道的 会非常的好用 但是B 宋 已经是抓到了一个 最完美的时间 结果 那个战斗福哥大的便宜 是啊 嗯 那波只有打下来的后续电影的这个作用 才能发挥出来 每打下来三框都开都运动不了 哎 而且谢谢 初哥送了一架跑车 这个低盘 可能说有些小小的意外吧 不过问题不大 什么小小的意外 因为就我 我觉得这一盘 避数能拿下来的 结果没想到 直接被一波给推死了 是啊 开局确实是亏了嘛 他用十五一款RBC 没占到任何一斤点便宜 反而是 从开局上来讲 甚至说 叫你这个开局刻别做 完刻 是的 他是 他是那个什么 他是那个 本来就是一个经济流的中工厂漫 所以这样的话 他二矿就会比较的早 因为他钱多 然后就可以修地宝 所以说是 刚好守你这个龙奇提射的 台湾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教主是 坎哥支架升得非常快 他应该是第一时间 先把支架就升了 接着坎哥都不着急 但是他以为坎哥 我的一架 对方就没气了 这个想命都可以啊 哈哈 我看到直播间有观众在说歪里 你说金甲放出来就被坎哥给炸死了 你你你叫你这么说的话 那神作金甲就放都不能放了 就只能带在运输机里面 那肯定是放下来要打一块再穿上去 在坎哥攻击间隙放下来 人家不肯定操作的坎哥 一直在不能给他一点 是的 而且你叫主了的话 当时会都不操作这么样的 那已经先回家比较去 这种点其实不好点的 人足推 人足玩家就知道 有的时候你刚好放了一块 你一直按的话 你又装上去的话 那个坎哥的炮拐 有的时候会犯一下伞 而且有的时候 他在运输机下面那里 有时候不太点得到 你知道吗 所以只能说真的没打出来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到时候赛后肯定会有采访的 其实可以想象一下 但是打下那波 B做提示的东西好 还是叫主家里骚扰的 到时候可能就化腹朽为神奇 对 就是差了这么一点点 那两炮没开过来 就关键的 操作还是很重要的 我只能说炮哥 你一定是是叫主粉 啊 我说你一定是叫主粉 你因为你一上来就三炮啊 这三炮没打出来 叫子就拿下这一盘 你就你是正来吗 你不是一直说了吗 我我其实啊 这个就是就是比较新生代的选手 我都不是特别的狂粉 就是我粉的最新的也就是解冻 以前粉那个马本座 在之前粉Norat 像鼻子跟那个解冻来上海打比赛那次 我都没找他们签名合影 没有吗 没有签名到吗 不是是没找啊 其实想签的很容易嘛 都在后台 就就你觉得他们太年轻了 没有上升到你一个偶像的一个高度 对 就我这个偶像是Bubster他那种的 我还买过Bubster那个自传的 就像我一样疯狂 然后我还给一个韩国人 还帮我去找Bubster清零 然后我们俩都带来一场 然后我这会儿输了就等于是被他给夹缝过 对 韩国的一个那种 可能是小战队经理那种一个韩国人 哇我的女神又出来了啊 小美还是不显当年呀 是的 你还是不是很白 确实 但是我以为他是化了很浓的妆嘛 因为上妆嘛 但是我记得那次在上海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句看 他开始比较暴露嘛 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包括大肩啊 胸口啊 什么的都可以看到 所以都很白 你说那种白是不是可以通过 皮肤能看到皮肤下面那种亲自那种血管 这个没太可以 反正就是白 就是白 对 我看到小美的时候已经 我也不好意思就是盯着她的血管看 一白胜万美 主要身材好 真的是瘦 我都喜欢那种特别细特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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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嗯 嗯 她们还是挺会玩的 找一个小美小的甜甜 她喜欢瘦的喜欢胖的 所以都可以满足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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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也没开始跟我们参应一下小美再说什么 就是 没营养的 就是说 911应该都知道吧 好像就是说抽奖吧 送衣服这些东西吧 啊 啊 我那也得抽奖送出鸡蛋 啊 对对我忘了这个事情 今天今天我们抽奖方式改一下 今天 炮哥来了 刚才跟炮哥说了 我 大家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炮哥 由直播间人太多了 也不可能一一回答 等一下 呃 大家在直播间里问问题啊 炮哥选到谁的问题的话 他回答你 然后你就算中奖了 那炮哥选 大家想 我还 有点意思的问题 是吧 那我那我自己问可以吗 我想要鸡蛋啊 你想要鸡蛋 你想要鸡蛋这还不简单吧 回头发吧 我们福利归另外一码是吗 不不不不 然后凭借自己的努力 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来获得这个鸡蛋 看你朋友圈发那个鸡蛋 色彩五彩斑斓的 哈哈哈 啊 其他会有那么多种颜色啊 这个 呃 怎么说呢 凭重的问题 其实里面都是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的 嗯 那你怎么看鸡蛋的颜色很不一样 很奇怪 那你一个鸡本身就不一样了 对啊 鸡本身有 有绿的鸡红的鸡白的鸡 基本上有很多种 然后蛋的话呢 基本 你看五彩六色其实是一个层次的变化 你知道吧 其实 呃 真的看起来可能图片也有一些处理吗 真的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 好 我回答 看这回答问题了是吗 你可以啊 炮哥你现在是吗 一共五个吗 就五场一场抽一五五盘 我们去让他打打满五盘好吧 那我看看回答哪个问题啊 那我看看回答哪个问题啊 这种我打炮厉害过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我都不信回答你 看我爱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晚上几号 哎呀这种问题 你们 这得问 这不能问我呀 这得问 跟我一起的那个对象 他能够承受 几次 是不是 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因为那个吧 你没见了吗 结婚了吗 没有没有 我这个跟大师一样 我们都是就是单身主义者 然后呢 这个我现在在上海 本来是回北京了 然后 这个今年又跑到上海了 现在在上海一个人 都有房子 什么库的 感觉 感觉像一个宅男一样 不过很舒适 反而比在北京好多了 北京天天堵车 简直是 就感觉每天上班的时候 堵在路上就是在浪费我的生命 炮哥这个问题算吗 你算回答了吗 哦 应该算回答了 但是那个人我没记住他的名字 怎么办 这 我刚刚 我指着他 好好好 他踩完完的水友 谢谢谢谢 我认识他 好等一下 水友等一下再念名字 我们先看比赛吧 第二盘是 斗魂 嗯 哎呀 斗魂不是更没戏 这张地图 毕老爷如果不出点招的话 正常打 胜率不到两层呀 就顶多两层 对啊 这个 这个 朱子岛是 非常想借这张地图 是人独大优 对 但是人独开三框 神竹不好对手 这点是最难受的 他比Luna那个还好手 是啊 然后你 你作为一个神族玩家 你应该看得到推进又特别快 然后中间又有那种 那种那个地形啊 又不好充正 对然后 神族的那种开那种矿 还很容易被人都在高低下面放 直接给推 哦 真是出招了 这个前置水晶的话 是要把兵营放到外面了 他是要赌教主裸双开吗 呃 他就是一个前置兵营 对魂上的前置兵营的话 只要对面不赌口 应该来讲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 哦 可以可以 打教主都都想用这种得到的打机箱的操作来占便宜 毕老爷果然是一个很有打量的选择 对 这里 这点便宜让苏儿晃是吧 是 嗯 可以 啊 这里就看教主这样卢霜霜了 啊单PP开款了 哦 这盘已经成了一半了 这个开局 拿出来一半了 他农民探得非常的实时机啊 这样的话教主很可能他们会晚 教主会拿一个农民来看才不趟路的话 这样 毕速这招教主只能看到水浪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好 农民在操作一下漂亮 甩起来 对不过人都 哎呀卡了 哎呀我就说神都特别依赖网速吧 网速真有问题 今天网速真有问题 我觉得 走走走走 对 他已经死了 对这种对操作的时候 人都只要不行了就弱线点神都 神都死了 所以 所以 哎呀哎呀放了放了 有不起 有不起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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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四滴血摸一下就可 回上来了回上来了 回上来了 哦呦 教主这边是先踩着中场啊 然后直接去 去了人生 先造一个房子 这个建筑鞋 一丝不苟 这都肯定有研究过的 这这一盘吧 我觉得 其实啊 硬术不是第一点探到反而更好 教主本来是想单批批开框 啊刚才农民这么早过来 直到你要知道你要前置兵 所以他直接下了气框 然后现在反而不好骚扰啊 对对对 这个是 这个是下气框了 我还没注意到 哦 对 这个细节太可怕了 是啊 所以他是一个临时的变化 然后这里对 必须来说反而不好 因为这个建筑学 你根本不敢上去上去就没了 嗯 对对对 对 这一下这个战术彻底失败了 好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操作不能拉到上去 为什么是这红血的农民 这不是你上来他录的那个农民吧 哈哈哈 延海盗铃啊 呃 人生物性启动啊 好两个大子从右边绕一下 哎 不绕吗 这个不敢打哦 真的有点忌惮教主的操作 这里真可以上啊 你这个操作 如果插发兵没有换到机枪的话 你这个操作这个开局就亏了 嗯 我对对自己操作太实现了 所以他可能觉得 等楼崎来了再操作 看一下 教主放一个地堡 壁壁股肯定要干了一下 点掉一个 三叉叉 这个时候总买上了吧 啊 还是先点农民 对上 哎 哎 不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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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不分一个开车上面去 哦 他是想直接上高地 对 想法不错 化了不闯农 已经化了副子了 啊 这一波已经是大转了 而且教主第一时间挂了副件 没有出雷车 这三个操作兵 已经赚了足够多了 嗯 啊 接下来看看 教主守下来之后 有没有什么反打 能带些便宜 感觉一 必输的这个操作 不好带 哎 这个叉叉兵怎么 走到了一个绝路啊 对啊不错 哦 龙奇来了 哦 这样的话那个叉叉兵 哎 可以其实多化一些上面的血 没有龙奇打的话 可以多爽一些 应应该来讲能水了 教主这一波有有压制的话 只能等SKD 哎 什么情况啊 机箱为杀 还有这种操作的啊 这 我觉得有点顺法 这个龙奇血量掉这么长 打SKD 会不会出事情啊 嗯 有可能 看看教主后面的这个雷车埋子 怎么样 哎 哎哎 哎 有点慌第三个龙奇还没有出来 找了个电池 啊 刚好出来刚好出来 如果那个龙奇没掉血 一臂数操作可以很轻松的手下来 但是你看有点着急了 强点坦克 可以 哎 那我给了一个对 可以可以可以 无惊无险啊 漂亮 哇 再给那个两个地雷呢 我可以排了吗 排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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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 睡着那个有单位不能排 对 对 这样子刚才也是很懂 他知道你要无无必排 他特意把机枪回头扭了一下 就是吸引你那个龙奇的仇恨值 没错没错 啊 啊 赚了赚了 这个 算是平板开局吧 只不过就是让人家 KD把雷买的比较靠钱而已 其他方面感觉都差不多 还是一个面子 啊 我真的喜欢拍一个寒血的别人来堵路口 你看 哈哈哈 嗯 跟刚才这个农民如出一条 这盘 打到目前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呃 只能说还在避数的节奏里面 除了多造了一个电池之外 其他的应该来讲 开始有些小的优势 看他接下来这个 这个威亚会不会出金甲 嘖 主要是这个坦克点掉他赚了 你觉得呢 肯定啊 这已经应该先欧币吧 毕竟雷都被埋在脸上了 先欧币把三框那里清 然后再看 哦 教主这次也有点抽啊 你看他是 他是 已经没有任何的防你空头的意思了 或者说他对于时间的把握 是比较到位 不着急 对 他直接做了一个BA 啊 来 叫什么那个 光光流 先做雷达 B1应该还是要挂的 教主B1估计要挂的 但是他下的比较晚 嗯 他其实还是防了一下 他跟他在家里 不然B1 两种攻 教主 这盘肯定是一个三开了 哇 你这把雷达 人家建筑还没下 他就直接给到了 他想的已经比你这边的一个想法已经要快一步了 嗯 不过B1估计的这个 在这儿造UBC那肯定是要做阿比特 然后在自己的这个二气也下得非常快 所以要早点拿阿比特造 是的 这盘进点 前期有一些小优的情况下 选择一个两框树阿比特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嗯 关键还是看 看他们 就是这个阿比特能不能在 在讲到的那个时间点给人不致命的那波传统 是的 OB进来看到 首先进去看到三框 我 我觉得教主 这盘开三框 可以去搞一下 他这盘三框开六点钟 是吧 除了运输机 完全有机会可以搞一搞啊 对对对 这个人如果想这么明误张胆的把三框飞回去 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的情况下 神族是有很多操作工件的 但是问题现在是 B2的兵很少 他也开三框 是的 这个OB看见了 现在看B2多可解决 这个 这个运输机是 我觉得肯定要出 没有运输机不好 不好 但是想 跳主 跳主这边他是 大框直接把路口给堵死了 他是想把所有的兵都掩护自己开三框 好来了 好心了 冰块了 在这边只能拖延 想打掉是 或者想阻止是不可能 没有运输机吗 没有运输机吗 墙上 墙上不好上 我直接选择退了 不打 放下了放下了 没有运输机干扰一下 对对对 让人都三框开的太舒服了 其实我觉得他对教主也很了解 他知道教主这一波兵都在三框 但是这波确实 教主一个开框的时机是很合理的 比如刚才一共就九个龙起 正面没运输机也打不下来 毕竟毕竟自己也开三框 这里不跟你拼命 也是觉得自己打比较的这个科技在 哇 教主真是 你看他那两个重工厂啊 就这么轻易的把三框开出来了 对 这个对于神族来说真的是不太好 就很难以接受 对对确实会没锁 你看这个剑就摆的位置 天 神族噩梦啊 你们就抬出来 这个运输机 然后又给雷把雷达确定了你的一个阿比特科技啊 这一盘到目前为止的来看的话 其实毕竖的一个运营节奏 比平常打就正常开的节奏是要舒服一点的 这一盘我觉得还是毕竖前期取得了优势之后呢 他到目前为止 他现在运营方面都有一个主动权 他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开四框 然后我看可以 他的兵其实补的也是比较慢的 嗯 不错 这个运输机来稍微勾引一下对方 其实里边是没有假成的 这个只是有一些责道才能 反正还四框补兵 这个四框开的还是很快 我觉得还是对还是挺有想法的 啊叫做VS 但是有自信对方出来的这一波对自己是没有威胁 因为因为毕竖的这个阿比特的时间嘛 这个timing 就怕这个阿比特出来之前是被对方直接推到家门口 那现在教主的这个中午场数量决定他推进的时间还很晚 是的 嗯 太了解了这两个选手 好这里哇这个雷车要么就不出来一出来 刚好是你拖农民的一个时间 你敢信吗 农民刚好过来 不过毕竖小细节做得很好 哎 你其实跟着农民一起走的你看 哦 叫做还不止一波雷车呢 下边还有一波 哇好坏啊这个雷 是打了这些赛人屁股后面埋雷 哇你真是 嗯 把这个雷车用用到极致了 但是其实没有占到任何效果 然后还白送了一些雷车 但是毕竖心里更稳了 是的 在15分钟以前 毕竖一直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毕竖 世界第一啊 这边可以看到在运营上面 已经领先了有40人口 科技也是很快 开矿也很快 对对 这场比赛的毕竖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毕竖 现在问题就在于 这个教主很可能要跟他打一个比较靠后的时期 就是 现在现在既旦这个阿比特的情况下 教主应该不可能这么推进了 他还送了一些雷车 现在要等那种两宫一房子那一波 等那一波的话 毕竖可以开一下三气 考虑放弃一场多准 50能口来高了 毕竖要搞事情了吗 这一波 这个没道理吧 毕竟 搞不了搞不了 我真的搞不了 教主防守能力太强 而且这个口太小 教主为所建筑又摆得足够有诚意 嗯 你看这个三框两排房子 人都是一排房子就堵住 他直接两排房子 对啊 这个太追踩了 所以就这条地图神足不好打 人都开商口太熟了 啊 居然有其他两排房子 这 这 他多200人口了 他真的是200人口 人口满了 拿出选择想号一下 他这个位置 有多少 就完全是送兵 建议赶紧回吧 毕竖 冷静 他有冰洞吗 这个冰洞也没什么用啊 啊 对了 对了 哇 这个是两队主要的换两个房子吗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过去把教理的头打猴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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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这两个房子很关键 我现在最希望毕竖做的就是 他现在赶紧把右上角那边框给开了 对吧 真的 就 玩三面三一击飞可以打的 嗯 毕竖需要再多一个机场打这个 现在一个机场抓别的不动 嗯 他现在可以 哎 最欧币停的位置非常关键 可以追到对方家里面 没没没没 反正是 不行 嗯 最好是也不着急 传送的时候要等候的压力 他人感能量 吃好冰洞 然后传到家里面之后把路口冻住 对 嗯 这个是最理想的 嗯 嗯 哇这两个VA 要是真传过来把这两个VA打掉就爽了 嗯 教理家里面 教理人门都没出 我想传送实在是没什么机会 哎 刚才那一波是真打回来 刚才那一波不打的话 嗯 刚才在那些钱把 六框七框都给开了 就扔出出来 我一个三一齐飞 三框打七框 对吧 就给你磨 慢慢磨总有机会 嗯 确实 开右上啊 右上赶紧开了 这个黄金时间点 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始涨存款了 他现在已经200人口 是啊 这边还有围车出门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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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要送围车啊 他 他 没到两宫 教主主要是现在两宫没好 他现在一直想干扰 右上角开矿 这一点教主做得太好了 右上角又干扰了 嗯 好出门了出门了 用围车先把对方兵得 吸引出 才跌一下啊 也好 啊 啊 但是毕竟也是送了一波的圈 但还是影响不给一会儿各位的数量 哦 不不不 教主这边市场直接跌到200 哇 教主189了 哎 才一攻一攻一攻 有这个有个小胎没点 毕老爷能不能刚一波 就这个时间点 我估计还有十几秒 教主两攻就会好 但是神奴的侦查 没办法做得很糟 有个欧兵 有个欧兵 他他能抓到这个细节吗 现在正行拉开冲一波 他应该如果能点到教主 只有一攻到 上 搞起来 有运气机闪了 你别说 运气有闪电应该 而且运气很好 对他躺在上 收起来了 对了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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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了那边 非常棒 运气机还过来了 运气机运气 运气机 竟然是贼老子 贼老子 他也没 这个波 最终的位置 不是特别好啊 你知道吧 动后排就好了 他泛爱了 为什么又动前排啊 前排人不动的多 他确实第一把冰冻非常棒 但第二把冰冻毁 一直又在上去了 哎 没办法吃掉这个 这 这阵波本来是一个 绝佳的充正时机 真的 时机把握的特别好 但是确实动的不够好 这三把 三把冰冻 动了个钱来给自己动了一个冰墙出来 神龙没办法没有好的视野 他的OP很容易就死了 教主这波也是一半冰军在后面 他并不是所有冰军都出来了 神龙冲的那一瞬间 其实他是不知道人族的部队到底是怎么摆放 但是冰冻这个晚一秒钟就差很多嘛 他就着急赶紧动了 结果现在搞得自己人口跟教主持平 2.200 哇 这波坦克部队有点多啊 主要是阿比特冰冻数量不够了 这一波不敢打 闪电在哪里 没有啊 这直接就一边打麻将就半平推就过来了 哇 在哪里的很惆怅啊 即使冰冻了越大越深 还在各种躲着的GMP 还在跟震照了一下 这感觉又进入了我们熟悉的节奏啊 是啊 然后教主推过来 诶 诶 这里是 看你想要失误 我死了 失误 失误 教主失误了 教主这波操作的都屎一般的 那肯定成为家冻冰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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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达也给卖了 这一波在消耗的程度上 避数比较短 嗯 当然像我这波续上来的冰再过来的话 这波正面还是挡不住啊 毕竟是两攻一防 而且这么多部队 坦克凑多气点雷车过来 还是无敌的一波 哎呀 不够不够不够啊 还是要再来一波刚才这样的 就有机会 对 但必须的阿比特数量现在还怎么样呢 是不是已经很开悠了 诶 那个阿比特刚才好像被震了一下 能量也不是特别够 嗯 这个比特好像变成了一个判斗在打自己的水晶 哈哈哈哈 哎呀 您对哪里这种细节倒是挺到位的啊 嗯 嗯 哇 其实我一直有一件 特别不想不情愿发生你的事 我肚子已经疼了十分钟了 我实在给不住 那你先上吧 交给你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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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爷 下午吃那个大大蟹 吃的有点多了 哈哈哈 哈哈 啊 两一包加 龙奥注意一下阵型 龙奥还有机会 这盘机最确实还有 上啊 这个点 这变变死了 这还不冲 真要变死了 对啊 冰冰冰冰冰冰冰 这 坦克太多了 坦克太多了 这盘为什么没有出闪电了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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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波农民拖出来 我觉得这一盘好像似乎应该机会已经不大了 这一波偷袭四况的小分队肯定是掀不起什么波兰的 能不能把基地擦掉 基地点掉 这一盘都机会不大了 主要是这边这面部队现在必须没办法解决他的一个科技兵种 这一盘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科技兵种一直没看到 当不仅为止只看到两个阿比特并且能量都是不够的 闪电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路过移 阿比特有99能量的 出白球啊 啊 这 啊 地书 白球神族这白球一出 我已经不用说了 老观众都懂这一盘 九死一生 啊 叫做一个很熟悉的分兵推框 比老爷马上就要陷入一个单框的节奏 啊 给了一把冰冻动了一个球 正面一波两面包夹 啊 一百四十的冷口叫192看一下冷口啊 包掉了一些小一小波部队 这边还有五个坦克已经把基地给轰掉了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使命 啊 啊三公两房 啊三公两房 不是吧 不是吧 好啊 我只想现在了解下一场地图是什么 背板已经没洗了 下一场刀剑神医 好了好了 我回来了 哇 背板还没打机器啊 哇 真的疼啊 哇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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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哥 你今天给我们教主身上加持了很多光环 没有啊 背板自己打得不好啊 他那个阿比特就应该打正面嘛 啊 啊 啊 还是没 哈哈 他没 他自己没传送嘛 其实 其实 他阿比特在叫罗加里的飞人呢 他知道那个位置是传送过也没有地雷的 但是他不想办法把阿比特飞人去传一下 啊 这边一波 背角显然能够插住太大臂数打出了机机 现在已经是零比艾了 叫做啊 你不要这样吧 所以 哈哈 他不能说 我不能近大 我们这边是不是得出两个中了 不然的话 我觉得 要3比0了的话怎么办 不是 这 这 两个3比0 叫做 ASL比赛里有输过吗 有输过小比分吗 有输过小比分吗 有输过吗 嗯 姐老板呢 叫做 无敌啊 有输过啊 我查一下 你叫粉们说一下吧 叫做 ASL比赛以来有没有输过小比分 这好像 全胜一路上来 哦 衣服对人 对人如果好像 没有输过 这一季他有输过吗 他总之选手啊 那直接 有输过吗 小组上也是记忆出现1比0啊 呃 两 啊 胜啊 一盘没输啊 而且 半决赛3比0 是吧 这个 现在又2比0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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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吃了6只大甲蟹 可能是大甲蟹的 吃太急了 有点寒 现在天天气 那边天气怎么样 上海还好吧 上海上海的炮炮哥在上海哪个区啊 上海好多的水友啊 我觉得炮哥可以周末组织一下组织水友 聚聚餐什么的搞搞活动什么的 哇靠 我这个 我聚餐 哈哈哈哈 没有我聚餐是一码是吧 你就组织一下那个吧 搞搞活动啊 什么打打心机 宝宝剑按摩什么的 哈哈 现在开十九大 嗯 嗯 这个上海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 是吧 对 所有的餐饮行业都关门了 啊 啊 这是麦的吗 是 让麦的出来吹捧一下教主的强大是吧 这是 之前的一个 比赛机器 麦的是上一周被 教主3比0侵取嘛 DVT 嗯 其实像你说的那样 哦 那天就是 那天就是 那天就是罗翔大我家那天 买一块吃火锅看比赛 然后看教主 就是有的时候放二 但是 就是烈士局下 还是很轻松就翻过来了 对 还是无敌的一个体力体 那个 就是 其实像你说的挺像的 如果 这种正面打不过的话 确实得乱框吧 右上开了 右上这个点没开实在是太严重了 对啊 你就开了右框不要打正面吧 只要不是那种正面一波死了一百人口的 PVT有经济都有机会的 像这种就 正面一波没打过 然后死人口掉的太多了 就根本没有缓冲的时间 对 对 哎呀 我觉得神族 要是把科亚电石 可以给 给电兵补膜的话就好 那时候 如果阿贱一出先找科亚电石把 能量弄满 然后直接就去传送了 不行 那太阴吧 哎 你闪电补一补黑 但是让闪电 可以多付具体阿贱 然后就跑到人家里面去传送 对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有个点特别 就是复制啊 如果打的够聪明的话啊 刚才这种情况 你就开六框开七框 然后正面阿贱一般是飞不进去嘛 你可以用闪电复制 就强行的飞进去 就雨神在这个方面就做的特别好 对 但问题是闪电这个复制 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要能量太多了 一百能量才可以复制 这个 然后你出一个闪电 比如他攒半天复制 这次复制出两个阿贱 其实也不一定不分一点 你总得两个下两边 这样还要占四人口 对 然后而且要很久才能复制一次 就感觉很亏 是的 嗯 本来阿贱其实战车口也占的挺多 导致神奴打到后面 然后他农民肯定也比人族多 然后你又要弄一些这种没有战车率的科技兵种 就导致你那个正面部队本来大家人口一样都打不过人族那种攻防 再加上这些 这就很惨 这只能靠冰勇比人家多 然后经济比人家好 身边的怼 是啊 啊 感谢一下刚才送礼的观众吧 蔡奇哥说刷了很多的礼物 然后周一伟谢谢你龙不菜 我什么送的 还有cumputr 龙珠用户要爱多少送的礼物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咱们赶紧送鸡蛋 好 来来 胖哥来抽个奖 你选问题 哦 现在 好 你 有这个我迷糊什么爱豆什么的这个 哎呀 突然发霉了我看不见了 啊 我帮他我暂停了一下 我帮他问一下 他我粉迷糊豪的爱豆 是这个人吗 应该是 嗯 他问你现现 呃 胖哥你现在的心机打得好 还是之前打得好 我肯定挺想要 我以前超几年没打 嗯 自从离开地儿用我好像就没打过再交了 一直就就偶尔打到那个地零 好 一直玩一些其他的游戏 哇 谁带抽马桶 哈哈 哈哈 哇 你们都在 难道是 那个 一直不说话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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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还有 还有问题吗 啊 这种 这种 这种问我还是臭男吗 那就算了吧 这个 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太缺心啊 你要是 你要是问我 这个 另一半是不是 出男的话 那我可以交给你 确实是的 我还没有 这个 发生过激情 我问一些有营业的问题啊 你们 啊 礼物太多了 根本看不见啊 这个 怎么这么热情啊 我 他不能吵气 显示一个 某个礼物成多少了 只要一个一个的做出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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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从教主 只要把所有大招都防止一遍 然后 正面推过去不就完事了 就 呃 怕我应该还记得当年 当年 教主打摩文 伤心你那张地图 就 唯一手办张地图 你还记得吗 那一场 就没过半场 打成老师 相信你 教主老这么打 我已经信不信了 哈哈哈 老这么打 从普罗斯奥开始 他就一直这么打 嗯 嗯 他打四人图都可以 唯一手办张地图 哈哈哈 这个 嗯 我觉得他打路的都可以 这样打 这张图真是 没怎么看过的 感觉也是一个 就是 但是有很多站出变化的地图啊 毕竟这是一个 那样的矿 还带气量的地图 这个地图 经过最近的 他们一些练习的 打法上已经很成熟了 只有一个打法 就是去航母 只有去航母 只有去航母一个打法 但是 但是开局呢 开局感觉变化了很多 开局有一些变化就是在于 你会不会前置并引 或者 要不 如果不是单并引开矿的话 一般就是罗双 嗯 这个啊 这个 这个水晶的位置 看不懂啊 这是要裸霜吗 不知道 我也觉得挺 奇怪 他这个水晶是怎么样 迷糊教主吗 闲智不了兵灵啊 这张教主来他们压在的时候 看到没有水晶 然后心里就慌吗 但是教主也没看路啊 哼 嗯 嗯 哎 这个 鼻子好像提龙明了 是提龙明了吗 看路这个龙明是去干老的 去封气框的应该 封气框的龙明去晚了吧 这个哪封了到气框了 他就是判断教主 是一个单BB开矿的 所以这个能过来封气框 我怎么感觉他把的有点犹豫啊 他是裸霜 家里能不能 两兵一落实吗 毕老爷 是不是在地图僧间封个水晶 然后拍两个兵一 那不可能 两兵一落实 不可能啊 他真的要那样打的话 第一个水晶可能造在前面 就是裸霜啊 反正这是裸内霜 哦 他裸内霜的时候 还同时不让对方看到 他第一个水晶 第二教主会 首先有点慌 对 这样他家里一看先 哎呦 这孙子野外双兵 然后 甚至说 他从来要在自己家里面看一看 有没有被扫改兵 不类的 哎呦 他还能不能过来赌一样 哇 真坏兵 你看这这么多小细节 这些都是这种骚装 哇 教主一进来一看 哇这家人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啊 怪怪怪怪怪 哎不对 教主好像去看到了这个兵 哎 看到了看到了 这一下 那一下心理清楚了 肯定是我说了 啊 教主 艾框直接开高地下面 啊 这教 骗骗我们这种水平的人还行 这个教主 看见这个分野就懂了 好 直接取消了这个房子 然后在第一时间拍下基地 气况也没下 嗯 哦 他爬了 风二气还 对对对对对 他被风二气 因为他这盘的一个 一个分框是造到外面 被风二气的话 他有点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个科技进度 嗯 可 教主怎么老喜欢造这个B1 感觉也没太大用啊 人家过来的农兵就这么几个 不是你还别说啊 教主打这个毒必造这个B 你应该有看过 对对我看过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他噁心你啊 刚刚你那几片框 大概有三片框吧 你踩不了 然后你 你用农民汉的话吧 你就要亏钱 你用叉叉的话 又要拖你很长的一个时间 但是你肯定不会用农民汉啊 你看这个农民踩别的框 哦 他真用农民汉 哈哈哈 这农民太多了 教主马上都必用这一招啊 哦 教主这边在疯狂了好像才对了二期 把这个科技进度给追上 是啊 教主打这个图必然是一个单重弓开三框 就很上心并长 上心并狂的那种酷张 就单VF开三框 然后两V升级攻防 嗯 然后三框一波 玩四框 想开四框开四框 哦 不错了 操作还是到位的 哇 也是很快的下了二期 B速这局又是 搞一个速阿比特 哦不对 是航母 对对对 像你们说的一样 这是一个速航母的地图 对 我刚才看到B速那个农民 我突然有一个很很疯狂的想法 你说神族上来三框直接开在六点钟 就开在教主四框那里怎么样 就把你的框先踩了 踩多少是多少 啊 反正你又雷车不 教主反正这个地图他雷车也不会出来骚了 我先把这边框先给踩了 哈哈 这个小马车再收集了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就随着他路都没去人家踩搭了一些 就觉得很赚 哈哈哈 嗯 哎 哎 哎 哇 哇 你单边赢三框 我单边赢出航母 算了 哇 我怀疑B速越升的都不是龙西炫什么 直接升一空了 因为航母人 出了第一个航母的就是两空的 哈哈 哈哈哈 哇 这两个人科技都是快的令了法子 啊 哦 这叫做是攻防啊 哦 你看 直接就两个机场了啊 是的 真是三倍赢出航母啊 我的天 B速这盘的一个航母 还要快啊 很多是选择了 开了三框之后再 再先丢三框再下航母 B速这边是三框都没下 直接就出航母了 对 不会笑 这边呢 汪东流也是马上就被萨雷达探造了 这个时间 哦 视融机车上已经升好了 哎呀 但是B速的要逛没开这件事被教主侦察到了的话 就有点伤了 对 这里 这个 教主肯定又 那教主这一会儿肯定能把雷达撒B速家里面 开始找 对 就不知道能不能撒得准了 骗不到 这肯定骗不到 主要说 就是说B速强行把造航母的一个科技术给提前了 就是说 他的想法就是趁这盘航母快点成型 就是 人足一弓的时候 我可能 一般两弓的话 你好像就不仅用了吧 直接撒到了 一把就撒到了 那就完蛋了 教主直接就普通攻推就完了 这里对 这里就出现了炮关 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这个时间点 其实现在 这 这 这 教主 今天是不是看了那个 今天中午那个石头打电脑 就是 AI嘛 那个AI就是这么搞的 生机一工 你知道吗 生机一工获得一房 补兵 哇 教主玩得太绝了 这个 你打个打飞机了 这个 哇 你看看 这个 哎呦 然后想到了当年的花生也是 生的一工 然后补一堆个人 你看 这种还是打什么卡追在这种地图 这种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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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帆 这一帆石头是没有VR的 所以这个招的话 感觉 啊 毕老爷 哈哈哈 对 又变成石头了 这一帆 教主已经变成电脑了 是吧 这边 这边 毕老爷 他没有VR的话 发觉不到 很可能 真的会出现航母被 哇 几个兵 我们数一下 12345678 哈哈哈 他变态了 这招 哇 一会儿在 一会儿别演 别出机枪别演 别出鬼兵嘛 鬼兵上升就演 哈哈哈 打下了一个 不是真的打不过 这个航母真的打不过 这个不是说表演 真的打不过 你航母小飞机一出来 就被瞬间给打光了 我跟你说 对 只能看毕老爷 能不能及时的发现了 因为他航母好像 两个就打算过去增加了 就用航母来增加了 对 这两个航母来的特别快 如果第一时间发现的话 有没有足够的 经济能够转型 怎么转 出闪电 然后正面 正面用bc来拖吗 bc不靠谱吧 就是短闪电 拖完了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 这里看一下 应该 能看看视野 视野视野视野 会进去一点 老B啊 就这一格的视野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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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哇 吓坏了 当时就是汉子流下来了 哇 现在 两个手指都在探早了 不太好 他建码了你知道吧 哇 第一时间 双科技 还是第一时间 下意识的双科技 都是克制 克制那个mm的 就下了为c跟为b 金甲跟三点 看哪个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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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男生女都一样 赶紧上出来 哈哈哈 他的应对已经是很好了 就把b先赶紧给拉出来 能拖多少时间 拖多少时间 嗯 拖不住啊 对 其实 呃 你这个 你这个很小啊 你你你你也看不出来 你还想把手机 你别说了还还可以 哎 哎 啊 我卡费一下就就算了 哦 你怎么得到的在那跟机枪边点着 那卡费轰机枪边 但是人家8个人出机枪了 这死一个枪 就就跟我们死一个金子一样 完全是不乖是的 是的 不珍惜 啊 不如好处是总算逼教主把塔人给架了一下 就拖了几秒钟时间嘛 嗯 第二段领线 对 对 对 是的 是 是手了这一段领线之后 对方就一马腾穿了 手高地 手高地 我觉得这玩家真要手高地了 金甲出来 这个金甲真不能死啊 有航母就手高地不怕的 四个航母 好 毕了也很猛 正面有金甲有没有 啊 不能空泡啊 好吧 我没空泡 但是只伤了一点 机下没有 哎呀 哎呀 对吧 还是好啊 对 刚才这个 这个节奏感把握的不够完美 不过我感觉 感觉 感觉 感觉什么呀 感觉安心了吧 对 我感觉能够去了 感觉能守住 怎么守啊 这个 这个没有闪电 哪想要打这个机箱片啊 他他主 第一个是他主赏电 就是毕老爷 他的八兵音也给补起来了 就是擦擦贴身的话 然后航母小飞机去吸引火力 应该有机会能守下了 对 这块叫做没操作 关键是 机箱军人打航母 太占便宜了 你看这个嘴巴 没机没了 哎 又一波 又一波 又一个金甲 又 提速好了 有戏有戏 这块金甲打好了 其实只要躺快点一下 金甲就无敌了 对对对对 操作一下 哎毛毛虫 来一炮 哎 不出了 你没说了 真守下来了吗 守了守了守 玩玩玩玩 逼收一下 老逼不要急 这个金甲不能锁 他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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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对可以可以可以 哇 没有想到啊 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看来地老爷练过这招 他肯定 他肯定是就是 陪练的人也是像叫锁那么打的 地老爷特意练了这个针对方式 俯路非常的清晰 就是用金甲加提鲁嘴鸟加航母 让你金甲冰就是 又打小灰鸟又打嘴鸟的情况下 你金甲冰这个叔叔很分散 然后就打都打不掉 对 哈姆哈姆哈姆 哎呀 不怕 不怕的 即将人进行点航母主舰是没牵住的 因为主舰防御率太高了 就跟大象一样 刚刚才被点点了一架吧好像吧 我看错了吗 好像点点了一个航母 我没错 你不大 那你不大 应该是 点了那个 红雪的是一个什么 点了金甲 哦 这帮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 嗯 GG nice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这个应该真的是好 是吧 原来真的都能守下来 我以为是 感觉是可以感激性的 但是教主大兵鸟感觉更猛 金甲冰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是 之前看那种贴费用那个 花生柳月的时候 都是三队三队的金甲冰往前出 三队三队的一个人组啊 三队 三队 大兵鸟感觉 金甲冰数量不是很多 你刚才没人家叫鲁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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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这盘其实跟第一盘有一点像 第一盘是 由于他失误嘛 就金甲有两三号没打出来 这盘真的是就是靠一个航母啊 加上金甲的操作 就把自己给救火了 换一个绳组 这一波未必都守得下来 对 而且你看B4那两个航母 在小维基这三架的情况下 就已经到人组下里去侦查了 这说明B4是 这一套打法是非常成熟的 他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 人组是 到底是重负重工 补机场还是补的冰鱼 这是属于他体系之内的 他一旦看到补队兵营 加里边马上做出这个应对 肯定是之前已经全都练过了 这一套 不是一个大招的打法 这应该算是一个很真正的教主 练出来的一个很成熟的打法 是的 就像你说的 之前说的一样 教主这个地图肯定是单中空开三框 所以B4那个单兵营 出航母也是成立的 是的 那我们又要送巨蛋了 这个巨蛋送的很快 继续 对来吧 提问时间 来大家 有十秒钟的延迟 大家想个有营养的问题 不要老是问什么炮哥 打一晚上打多少炮 这种 这种问题 是吧 不用问了 对啊 这得看和几个人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数月过了 哈哈哈 啊 好 谢谢 直播间的 Fly Dragon 飞龙 还有那个 刚才说的 佳佳送的 礼物 好 看到了这个绝地仓王 我刚刚问剩下两盘都是航母 你信吗 我就回答这个问题吧 我才不信呢 哈哈哈 这个问题就没了 我就想回答一个 能够回答久一点的问题 一句话就带过了 行 那我再带你再带回答一个吧 好 可能我们不是要抽五个吗 好 哪个 真穿得好快啊 你选吧 选一个 嗯 嗯 那你的三套T恤还在吗 哎 你还真问着了 我还真在 而且是 我一直珍藏着呢 我珍藏了好多T恤呢 都不舍得 就是不舍得穿 一直就对心里面放了 就是包括有那个 以前战队的T恤啊 还有那个 我我我自己的那个 三个大河火炮的那个T恤啊 还有 还有我们那个 嘉年华的那个T恤啊 什么的 这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我都留着 所以小美送我的那个饼干 我也留着 哈哈 哈哈 好 这个问题鼎声 问得非常好 好 不过鼎声是直播间管理 管理不参入抽奖啊 华哥 啊 这样啊 哈哈 哦 那个 那我再 还是藏狼吗 他说以后会来 藏狼911 也说会啊 这个只要我们 酒老板邀请我 肯定就过来 好的 几个了 刚刚一根抽了几个了呢 反正绝对藏狼是 回来的那两次吧 那藏狼是回来的那两次 那藏狼是回来的那两次 两次算一个 对啊 对啊 然后顶神的那个如果领不算的话 那其实就操了一个人或者 啊 啊 还有两个是吧 再来一个吧 留一个给下一场 那万一 帝老爷又赢了怎么办啊 那没事 倒再加一个嘛 问题不打 哦 加开心就好了 哈哈 哈哈 我两个太累了 还有 还有什么有有意义的问题吗 不要问那些 啊 大公益三十一 上一次跟大师见面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上一次一次年那次加年华 啊 那次那次大师哭得稀里滑辣 是啊 我我刚才赛前跟炮哥在聊天也聊了这些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 炮哥最后参加一次加年华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啊 就那一次炮哥跳舞然后 然后大师一直就哭得那个私心裂肺的那一只 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那一只 嗯 那次我真是 我当时不知道边上哭的是大师 我就听见 店上有人哇哭 然后 我边上是个弄吗 我看了弄在旁边拢人 然后仔细看 我靠觉是大师在那里 这个哭得非常私心裂肺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一块上台去嘛 那上台之前的那个环节 大师已经哭成那样 我我当然也哭了 我当时还拍了张照片的 对对对来在哪里 我我没有放出去过 我可以发一下 你让你看一下 当时阿洛的那边是经典的 好好好 或者发一下给我看一下 对 张照片我还真没有还真没谈出去 我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当时我就 是用电视看的 看的我买智能电视买得非常早 我当时用电视看的 就是做做在自己家的沙发 他那个跟着我当时看的就一直在那里 我也在那里哭 就看大师 哇 这这两张照片 我觉得还是很有技 我发你没电视 好 哎 不对我发的是911的微信 我有你的微信 有有有有 我发个消息给你 你看看 哦 你看到没有那个 你是你是耗子 对那个猫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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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带好有时候你说你是911吗 啊 没有那一那个时候为了加你毛块你不加吗 所以想的你应该只认是911 所以我就说是911 哈哈哈 哇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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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那些表情 哦 哈哈哈 也是 我觉得好像照片里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凝重 哈哈 哦开始了开始了 我们赶紧参加比赛 开始了好的 嗯 啊 呃 呃 陶希勒 三篮图 嗯 这张图是之前 这张图是GTSL才有的吗 还是之前也有 之前没有 就这一届特别的一张 一个新地图 嗯 挺有创业的 我以前也有很多非常变态的创业的地图 可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好莱坞 就因为中间放了个人租基地 就出现了一次炸弹人 啊啊啊啊 那真是让我一辈子都放不了啊 太有意思了 这个比赛 好莱坞 我想起来也也是 好像也是反高地是吗 好莱坞是 对好像是反高地 主要是中间有人租基地嘛 然后 小林出了一次变了一次基地 出了炸弹人嘛 然后打打那个JVP 用炸弹人打正面 是不是 对 打的好像是卡尔还实在是 反正是一个神族 还是很厉害的一个神族 然后就炸弹人 然后就炸弹人 这神族就下就崩了 打了这么久的星期 没有神奴碰着过炸弹人 对 对,完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第一眼看到,感觉自己眼花了 然后还有一张地图是有那种中立的Arbiter,然后神都可以招了,里面还有魔法 铁脸三项 铁脸三项 也有好多重网的地图,都是挺有意思的 是的 这些有创意的地图也是让星际这么有魅力和生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会儿感觉这种变态地图都是在OS要里面出现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盘,哇,现在现场很多的粉丝,教组粉 看这盘选手的一个开局 人族还是比较喜欢在外边开玩 哈喽,碰面了 这局教组踏路很快啊,这张地图是不是没办法阻止对手侦查啊 所以导致你用什么战术都不太好谱 对,封不了 这张地图我个人其实觉得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对避数优势 因为这个地图中间超级超级的开阔 我觉得这个地图甚至比那个端路器都更加好充正 然后呢,这张地图呢,人族的一个三切啊,就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么好开 教组在打这张地图是通常会中期运输机骚扰,而避数防骚扰是防的比较好的 所以这边还有希望 可以 我其实啊,我对神族防人族骚扰最大的心得也知道是什么? 就是你兵就别兵了,就到处放一个,然后每次都匡匡操作 你一边兵就容易把所有兵都拉到一块去 然后反而就那种 空空空坐的你兵会散的到处都是 然后你自己都知道兵在哪的时候 人都能骚扰就会到处坐着你的兵 然后一脚心就过去 然后空一下附近的兵 骚扰也就OK了 龙旗全部散开是吧 对 所以这边越低的人也不怕骚扰 你说的这个有一个人就是这么防的 就是杰斯达 杰斯达就是我防的 龙旗就三个两个乱散的 就这种防骚扰防空头啊就很好 但是有的就怕那种一根筋直接往你家里钻 噢 关了家里的没事家里边兵也放放在家里 哇这个农民你看看 共性斗角巨星破色 然后一会还空旺走要气死人 对还真追不上 好 还有三暴 就用上还有三暴今天这个数字 啊 跑了 哎 这边运动还进去了一下呢 不是这是回家了 现在没办法侦查了 不过他应该已经知道的教主是 是 我看了 在这样一个对于神族很不利的情况下 彼此会 选择什么样的开局来把这个 列室扭转了 比如说这边 他这个想法 我感觉就是要单 冰淫开三框了 看到三框开哪里 冰淫开三框不是又让教主很开心 这个图有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你看了 他毕竟两点之间还算是比较远 哦 所以只要能够封住教主的 侦查 封住艾斯侦查的话 应该来讲 教主不会退 但是教主艾斯侦查不是封不住吗 这 这 刚才看那边不是有个龙旗吗 怎么就过来了 啊 右边 右边那个是有房子呀 嗯 这两个龙旗好像是 直接去前面了 哇 这个教主都没有从哪边穿出去了 简直是 气得 气得想 似乎咋 是的 但是你家里就 哈哈哈 没法放进去啊 刚 就 说是不好听的话 就公共厕所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 但我这里是公共厕所 嗯 你走城门呢 哎呦 你看这个龙旗 因为摄影比人家远 每次都要走进摄影里面 特别二 然后人族的那个防空塔就特别智能 然后你 你非得是进那个防空塔的摄影里面 他在打你 因为他们在转的嘛 他没有第一时间看见你 这个 就感觉这个东西我设计的非常骚 然后这边过来农民看一下 但是除了对方的二气时间也看不到啥 是 嗯 看他二气时间可能大概可以判断一下 教主三框的速度 现在就看教主家里有没有下机场了 欧比一直没看 啊 这个农民又来了 太过分了 第几次了这是 对啊 你当我这是 是你的家呀 想来就来 这个龙旗不然就把那个 把这两个冲篮打掉呗 打掉了直接过去把这东西堆死都好 那两个冲篮堆 他来说 留着干嘛呢 就是本来就应该打掉吧 是的 嗯 他如果想去果上 果上发财 嗯 嗯 你说 这个是 哦 重新解他 没看到没必啊 这个什么欧比啊 怎么这么严育 放在上面 放在那个 刚才给了一下就切走 但是他这篮三框开得好慢啊 还是想开始一点 教主已经在这里 我感觉 在等了 嗯 哎 哎 啊 这个地方都能遇上人 这是 啊 这个 人生何处不相逢 哎 对对对对 像是这一句 哈哈哈 啊 这两个冲屏都有这种感觉 主主要就是刚才 你看两个人 两个人 嗯 欣欣相惜 情不自尽 对对对对 而且我感觉 币锁能力融到点框穿进去的话 教主能力肯定要点框穿进去 主要 教主刚才那个SCV太精髓了 他侦察到币锁慢三框 所以家里肯定是会防你的金甲了 你看这个太针对了 嗯 机器人家防空啊 金甲没有任何机会 而且他 他已经是 这跟Bizu打的太了解 这个Bizu投过来的肯定是金甲 所以都不用考虑防引刀之类的这种 是的 啊 开三框一开就被发现了 哎 这叫做开这图打 不要脸 啊 看到了三框 三框 结差不多 你别说教主很阴险 他机器人还特别靠礼藏的 你看 你进入去飞进去了才能看的 其实 不过Bizu也没往里飞 右肩之计这是 哎 对对对 这个 哎 你能说Bizu是一个非常中规中语的 心甲骚扰开三框吗 这个 但是问题是这个中规中语的打法 低一点平安没站着 开局还是劣势 看来教主一个残血农民跑回了家 心情 非常的糟糕 是的 这盘 到目前为止又变成了 跟第一盘非常类似的一个打基本功的打法了 不过这盘有个好处 哎 提速了提速了要搞花的 提速了提速了要搞花的 这 这个 这个图 可以少但是有风险 是啊 而且 他在教主开三框的时候 这 这一招不只是为了三老师要配合正面的 就不能是你为了三老师做两提速运输机 一定是 这一次两提速运输机要配合你这边部队 既打对方三框又骚扰到对方家 然后让对方就手也不能兼顾 最后三框开的特别慢 但是教主防这个东西水准也是一流的 就算他能拖 反正肯定不能让教主现在这个三框基地直接飘出了就开始踩 一定是会要干扰他 那就看能干扰多长时间 逼速正面兵不多呀 这个东西双提速运输机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双 光轮剑刀尖上跳舞 嗯 看怎么选吧 把正面了吗 想把正面 感觉 低手迪了 迪了欧毕死了 现在外面一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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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情况不敢不敢的 所以现在如果看到人都这个 这个部队出来的话 应该其实两种已经要去人都架了空头了 我很慌啊 这个运输机一旦没用好 这玩意很可能就陷入一个大烈士啊 好像要动了要动了要动了 要动了 啊 主要没有欧毕没有欧毕其实也不太敢动 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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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切进的主况 实际上来看应该还算可以 但是 哇 这个运输机死的太快了 看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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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 哇 选择打个硬是 这个能打掉吗 这个鞋子啊 你妈要打 算一下应该要打六炮才能够打掉这个 我也不现实 不现实 对啊 而且这个运输机死在这里了 这 这阿姨呀 哎呀呀呀呀 血亏 偷鸡不成十把米 这一盘 只能说这招毕老爷还用的不是登峰造极啊 我选择教主第一个 他应该是前面撒了一把雷达 直接把门口的欧毕给清了 这个挺要命的 毕老爷当时 这一个欧毕对他来说非常的关键 那个欧毕他其实这招不知道该干嘛 是的 不过这个地图有一个好处就比斗篷好 就是教主现在没有三气 所以教主在玩一个树攻防的打法 教主在玩一个树攻防的打法 教主很可能会选择一个b4框啊 我感觉 哦哦 别4框 对别4框的话 就b4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缓冲时间 就是可以运营 但是看他这盘这个架势 b4好像是似乎选择的是一个慢科技啊 他是并移补的很快吗 而且你依你如果是你是教主 看对方送了两个体制入计的情况下 你也会开4框吗 你看那个三方一波推了吧 不好说 所以b4还要上啊 b4这盘是个慢科技 这一波硬冲坦克阵 虽然一分雷也没有埋 看一下 他在农坊 他在农坊 农坊 对 这一波很明显 教主坦克是有操作在点农期的 打不下来 打不下来 啊 错误防守的太完美了 固热心上了 对 真的是一个雷车都没有出去过 所以这里我相信教主应该是雷达有撒到了 呃 b4的一个慢科技 所以他这班甚至雷车 出都出都没有出去过 到目前为止 一个都没有出去 对方已经这么这么大里往脸上送了 夸夸的送了 送成这样 教主现在人口都反超了 如果还不推还要开4靠的话 那也太没所了吧 真真可能要开4靠 不对不对不对 教主这班要3靠一波 教主出了很多的 b1补的特别快 对啊 现在b老爷要做的就是 哪怕是省吃解用 都要给他涨几个闪电出来 这一波有闪电就有希望 但是b老爷没开3气啊 他现在气体感觉不够 哦他3气没开啊 33矿是有气的 但他没开 对 惨了惨了 人口已经反超了 矮时差不多 这个这个机甲虫 哇 机甲虫可以这么打炮 我也没打的是重打的 原来希望 教主真是反应很快 这炮打得有点远 嗯 好要开始推进了 2攻了吗 多少 2攻 应该应该会等2攻 因为他这盘攻防挺快的 我估计2攻 2攻那快好了 2攻那快好了 应该在15秒之内2攻会好 这一波150 160人口啊 哇 这是平坠啊 那是 2攻跟1防都是省的 啊 啊 哦 我们看看这一波 诶 这个操作非常的 怎么说呢 毕叔那队操作兵跑哪边去了 这跑跑跑跑偏了 这个展对行啊 哎呦 人口落后好多啊 而且攻防上 叫做2攻1防刚刚好 还有正面有一个球 这一波没有闪电 他命挡啊 拿了个正行叫做平推 弹个架的有点点慢 但是 还很容易就可以推了 这兵力差的真的是太多 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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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这一波 啊 事实上 这个 就是 验证了一点 就是让教主 但对于2号开城了 这个神族是没什么办法 那地上那一摊难写 就跟毕叔此刻的心情一样 嗯 嗯 现在滴血一般 不只是龙奇的血 老毕的心头血也在那一坨 那一坨混在里面 啊 哎 这个压力也刚哭了 滴滴 滴滴 恭喜教主3比1啊 这可以说 算是兴趣吧 哇 教徒怎么感觉打得非常疲惫呢 啊 感觉他输了一样啊 哈哈哈 这个赶着全赶得太过分了吧 最近 最近比赛都是这样的 赢的跟输的一样 输的的 赢的跟输的你看不出来都是面无表情 啊 哇 哭了 流点泪了 他顺便 拉上了拉链 这是我刚才拉拉链的时候夹住了 啊 首先 这里 恭喜教主 恭喜教主3比1进入了一个 啊 决赛 然后 不得不说一下 今天避数的一个 啊 比赛的一个发挥非常一般啊 甚至我觉得 没有他练习做得那么好 打得稍微有点那么着急了 然后呢 还有半决赛吗 我不知道 啊 不是 有那个三四零是吗 对 季军赛有吗 啊 不太幸运了 韩国比赛一般游戏军赛吗 我怎么一样跟韩国比赛没那么多决赛 哦 有吧 好像有 韩国比赛还有游戏军赛 哦 好久不解说已经这个想不起来了 太 太乐趣了 大家只记住冠军 不会记住三次 啊 非常非常的 哦 不得我这里就只能这么说了 就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 决赛是小胖打教主啊 小胖打教主呢 大家都懂啊 不用我说小胖 这位踢 应该目前来讲是他所有对抗里面的一个 落的不能再落的一个对抗啊 然后教主现在这个势头啊 所以呢 那个决赛 这个决赛是如果你压人人民币的话是稳定不赔啊 是这样吗 哈哈哈 不了 不了 我们我们直播间 你现在说这件件事吗 哈哈哈 不是不是 直播间还是不提倡这些 我是觉得大家 我觉得叫粉们可以去啊 准备看线下赛了 因为很可能教主这样三年惯啊 我不知道下一季也塞啊 是个什么趋势 所以为了保险的话 叫粉们想看线下赛的抓紧时间啊 对 助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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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在了 有个采访啊 也没有采访 有个采访 在在在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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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说现在教主比以前更强了 比以前全神器更强 当然 当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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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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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很快就看到了那个航母 他觉得这肯定是个心理战 但是看到航母那一刻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还是好像防不住了 对此他怎么看 他觉得平时那个黑友就打得很好 就很难对付 然后他就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了 之前的夺冠都是因为准备比较充分 这次就不好说 他今天来之前练习的时候一直输一直输 所以他就说今天还是放松来打嘛 为了粉丝而战斗 然后就是为了争取要达成那个就是谁也没有完成的那个333记录 就是说三次冠军的那个意思吧 好的谢谢眼门没啊刚才教主说的那句话我情不自禁的笑了 假不然平时的表现就很好很强 小胖儿结局表现怎么样我没怎么看过 我刚才打队队打拉网还行啊 我忘了这么说吧就平常打这位踢啊我不说打教主吧 就打个 教主现在连续三个赛季进入AS的决赛 然后总总的是14次4枪 然后11次决赛 然后那个就是正式比赛的第九次决赛了 哇他有三个MSL 三个MSL MSL现在两个 如果拿下这个的话就是333九个冠军 这 哇 刚才是你三个MSL 还有一个金气球全都拿到身上是吗 哇 对对对金气球 说说的是有可能是金气球 哇那他下一个挑战目标只能是奥斯卡了 拿个小金水 哈哈哈 啊这边是新的 这就是决赛 决赛告诉你在哪一个地方 哦 教主拿过WCG冠军吗 最后的那一届 教主好像拿过吧 最后的那一届 因为他 就火的时候WCG好像都快没了 所以他有拿过嘛 我都忘了 当时还传出一个那个挺好玩的事情 就是那个卡尔也游泳要被淹死了 教主救了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想想想 他教主就得贯了 哦哦 哈哈 上的一天 大满贯啊 大满贯啊 这个在这个人我觉得 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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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名三四名 十一月七号 啊 啊 那老师打避暑 这个可能会比总决赛好看啊 这个季军战会比总决赛好看 11月7号是星期几啊 星期三 哎不对 星期二 星期二 星期二是吧 好的 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要想去韩国看这一季的线下决赛的啊 我们现在在搞组团啊 就有也有内场的一个VIP门票 然后呢组团那边也有翻译像年美梅他会在道士山那边陪同大家带领大家去干比赛机会很难的 出过这一出过这一次之后下次不知道还有没有 呃 抽奖 还有几个啊抽奖画哥来吧 两个 好 来 我说那个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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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了是吧 啊 就一个吧 好好好 有人的女姐说是谁解说的不错 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一下 哈哈 等一泡个就一个问题回答一个有意义的吧 好好好 我主要这个刷的太快了大家知道 但是刷666 呃你可以点锁屏那个一个锁那里 不要刷666今天666没有 哦 有还有这种高端的操作 我很 很难受我已经他们习惯了刷666你知道吧 哦 今天没有 这个 这个叫四真九的 哦 不是这个 叫江碧祖 为什么前面有四真九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直播间的一个标志 911嘛 911为什么叫四真九呢 因为他打TVJ 就机箱兵每次打四真兴奋器赶路 你知道吧 哦 哈哈 哇原来这么有文化 是啊 他们现在我在做什么工作啊 我现在就是在家里家里直播行机 哈哈哈 这是我现在的工作 哇 帕哥 帕哥你回答 我本职工作 我本职工作是解决王葛荣耀 不过我已经把这个本职工作 基本上在不停的推推推 快推完了 啊 不过7号要去一趟那个哪儿 去一趟那个 好像是是是杨 杨州吧 有一个那么一个王葛荣耀的比赛 叫我跟东哥去去去去去去外派一趟 哦 帕哥7号不在吗 7号是怎么了 7号是什么次初的日子吗 就半决赛啊 季军赞啊 啊 季军赞不是 你刚才不是说11号吗 12号 12号是总决赛 哦 哦 哦是7号就继续赛那7号应该不行了 我7号在跑的羊州去了 那个好就更好 好吧 到时候再说吧 呃 今天 比赛我替大家提一个问题 很多问题没想好 刚才看到有个问题问得很好 看炮哥方面回答就是炮哥对于PLU 呃 因为在PLU待过很多年吧 包括PLU做到现在就觉得有有什么 对PLU有什么想法这些东西的 这些东西的 就跟你聊一下 有什么想法 他们问感情啊这方面 不是说你在那之前呆的 然后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这种是属于那种回忆 你问你属于那种回忆式的问题吧 就你觉得PLU当初呆的时候 很好啊 就是非常就是归宿啊 我肯定不会去别的地方 就是现在其实我虽然不在PLU 但是跟在PLU没什么区别啊 都是跟Friend一起 相当于还是在在PLU 只不过因为PLU现在不是不是一个做节目的公司了 虽然现在是一个是一个办那种比赛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有点像是一个公共公司吧应该说 专门办各种那个线下活动的那个 所以所以没意义啊 我现在就是我反正是在除外来的另一个公司里面现在是 但是但是查查个问题问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 这这算是什么问题啊 到底想问什么啊关键是 这个问题就 我估计估计还是想问啊 先谢谢司令送了一个游艇 呃 他主要是想问你 比如说以前在PLU 那个时候的一个工工作 星际很多年吗 那个时候吗 就那种感觉 因为这里很多的观众 那个时候做直播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见到很多问题 就这种问题 啊 问不问不出来 没有机会问 那时候 那个那个 每天 就比如说你解说星际啊 好像光着榜子用电视机 是吧 然后 好像经常说 吃盒饭啊 是吧 哈哈哈 你不是也在吗 然后那个是拍广告啊 怎么拍的 我还裸吗 哈哈 哦 没有啊 这挺 很开心啊 那个最开心的工作了 就 就除了那个 除了清脾一点 别的都很好 但是虽然说清脾 但生活也没什么问题啊 也租得起房子 也吃得起饭 然后干得也很开心 又特别开心 那个时候 对啊 唯一不开心的就是 感觉星际比赛就是 越来越没有了嘛 只能做一些其他游戏 但是星际我不喜欢 那会儿 不是正式PLU转型 但是那个游戏实在是不爱玩 因为我那会儿还玩玩DOTA 觉得 反正就好玩得多 反正也没有什么值得当工作来做的游戏了 这就好聚好散了 是的 谢谢司令送到游艇 还有一个竹缸晚餐 看来我们这边有个学友说他想 赞助一些小礼品 他说赞助 五香螺丝粉 柳洲螺丝粉 美香十包 霍哥喜欢吃螺丝粉吗 我超不爱吃那个东西 臭死了 我还以为你说你超爱吃 但是这个螺丝粉很多人很爱吃 我有一年在广西过春节 然后呢就是晚上大家一起吃螺丝粉 旁边还有一家臭豆腐 我们就去等螺丝粉的时候就去买了好多炸烧豆腐 然后跟螺丝粉一起吃臭上加臭 然后回家回到酒店上涂下馅开始发烧 当时就提醒常言了 太臭的东西果然不行 浩哥就是这么感激 我们起码好在赞助上 你也要说一下 休息一下好的点 谢谢 这个螺丝粉就跟臭豆腐一样 这个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那个不喜欢的人纯粹是因为没有尝过 当你吃上这个味儿之后 你就吃一碗想两碗 吃两碗想三碗 吃了三碗 你就想要去上厕所 因为吃太多了嘛 然后上厕所清空了 朝味可以继续吃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反正就是非常好吃 吃了就没有错 那现在问题来了 鲍哥这个奖给你抽吧 你说怎么抽吧 哎呀行吧 我之前都抽了五个奖了 这个还是你们来玩 那怎么抽 九尤九尤九尤你说怎么抽 直接666刷一板吗 不应该是这个谢谢老板吧 不是这样吧 我们就直接刷一个炮哥666吧 好吧刷个炮哥666直接一板抽吧 不是又不是我赞助的 你这样 没事没事没事 炮哥这个就是一个形式 而且直播间 我觉得所有的人应该都是炮哥的粉丝 炮哥到时候开直播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去炮哥直播间支持一下 炮哥今天开直播吗 今天 还要我psilon 有事吃完饭 好 晚安跟炮哥一起玩吧 晚上跟炮哥一起玩 对对对对 晚上那个度纸 главное 知道我这个PUET 没有我跟炮哥亲手一下 来 行不行你你 OK了 炮哥你倒数三二一吧 我们直接代表 几个人 Yeah,几个人 五个五个五个 好 可以了 лена 炮哥321啊,炮哥倒數啊,炮哥你倒數吧 好,那我321停 你英雄我真的做得好 呃,好得差了 這個 司令 呃,第二個是那個我們的管理啊 管理 管理就略過了 啊,這個是家爺 第三個是我師父啊,副家這個是副老闆 呃,第三個是那個YJ 啊,第四個是坦克182 呃,第五個是佳島 啊,這個YJ這個沒有打炮哥算了吧 啊,給他吧,剛好就七了五個,如果七了六個的話也就不算他,就五個剛剛好吧,好吧 啊,這開始還有五個五個水友啊,開始五個水友,只要要等一下,放一下圖片吧,然後我們這邊,呃,最後說一下想去韓國的這邊 啊,大家抓緊啊,抓緊 想去的,我們馬上就要統計好準備一起行動 嗯,韓國還是值得去一下的 哦,對了,在韓國吃飯特別有意思,他們所有的只要跟湯有關的東西,感覺都是裡面放的放的麵調料調熱的味道 哈哈哈,每一,每一吃什麼都有那種感覺是吧 就,第一天吃的是那個那種就是一碗米飯,然後一根小點像排骨砂鍋的那種東西,然後一碗湯,裡面有排骨,然後就感覺那個是方便麵湯泡的排骨 然后那个叫部队火锅里面就放着方便 所有都写忘了 所有都有方便 啊 好的 这边先是911 现在上面是10个抽抽奖抽奖那个水友 不定再刷屏送礼物 好 我爱我马右上角猫头爱我马 这个管口就不打了 懂的都懂啊 猫头爱我马加我 然后把你的地址给我 我回头给大家把这个奖品给兑现一下 明天要参加写参加 呃 比 哎 啊 这边又是这个谁有说 他说还有旅游的景点全部免会 免免费的云南旅游景点免费的票 也可以拿来抽奖 下次吧 炮哥吃饭了吗 炮哥 没了 正点餐呢 准备吃饭了 吃饭了 我也没吃饭 我们吃完饭 等下晚点打心计吧 就今天比赛先到这样的吧 今天特别感谢炮哥啊 大家晚上有空的话 可以去看我跟炮哥打心计 好 谢谢炮哥 谢谢助手 谢谢我们英文妹 啊 谢谢 谢谢我 啊 谢谢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 AS半决赛就是直播到这里 然后的话 今天的比赛 嗯 第三排还是很精彩的 那个 哈哈哈哈 嗯 只能这样吧 嗯 哎 然后期待那个接下来的 比赛的话 其实我今天翻了一下 接下来比赛其实还挺多的 我这里 也在讲一下 我看一下翻一下我上午的那个 看见了 我在帖吧里看见 新智轩轩 他发了一个比赛的预告 有很多东西 嗯 看一下 啊 什么呀 为什么不抓 啊 数字 啊 数字 您 어서来 嗯 就是 11月份的一个比赛的一个 哇 什么呀 然后 11月1号是 哇 小虎 拜拜 轻轻 现身意大利 受邀参加意大利公开赛 他这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欧洲的比赛 然后奖金五千美元 哦 谢谢 11月4号是 暴雪嘉年华 呃 北京时间早上 9点45 奖金两万五千美元 邀请的是 比赛 和解冻 波舞 啊 数字 谢谢 呃 然后 12月1号是 表诗参加 呃 那个 JOTAC杯 12月1号到7号 冠军奖金一万美根 然后是 11月16号 韩国G10大联赛开赛 16人 ASL四强作为种子 其余12人通过逸选赛 踩身 这是最近的一些比赛 所以 啊 这个 ASL就算打完了 还有其他比赛可以看 大家关注一波 这个 本直播间 然后的话 另外 需要获得更多的比赛信息 以及 啊 中间的 花边新闻呀 一些趣闻之类的可以扫描 公众号 公众号是本直播间的头像 啊 待会 浩哥 上线完从这版 我们也看看 开黑玩一下 好的 今天就这样 呃 再讲一下那个 那个 季军战和决赛的时间 季军战是在12月7号 12月7号 啊 11月7号 11月7号 周二 然后是 决赛是在11月12号 周日 啊 走 但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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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